影片制作不易 别忘了订阅更暗赞哦 夺迪 疯癫王爷竟是绝世全才 第一章 挖了岳父家祖坟 快放我出去啊 昏暗潮湿的天牢内 朱军霜全垂着栏杆 悲愤交加的大喊 我是吴王 快放我出去 话音刚落 一个狱卒上前 反手就是一拳 砸在了朱军的脸上 大胆盗牧贼 吃了雄心豹子胆啊 敢冒充皇族贵胄 你有一百个脑袋都不够砍 我不是盗牧贼 我真的是吴王朱军 朱军无语地靠在栏杆上 望着狱卒旁边那个身材高挑 面若冰霜的女子 根据袁申的记忆 此女教徐妙景 是开国第一功臣徐靖达的嫡女 也是袁申上 各月才定下的未婚妻 而袁申则是大叶朝六皇子朱军 跟他上辈子同名同姓 只不过 他的记忆里 朱姓的王朝只有一个 那便是大明 而不是大叶 而记忆中的大叶朝皇帝 应该是隋样帝才是 可这个大叶皇帝 叫朱远章 和朱仲八童英不同字 这个世界 天下没有一统 北方打打虎视眈眈 西边还有个大洲 南方还有个陈汉 三国三分中原天下 而大叶朝开国定顶 也不过才今年时间 他上辈子是清北名校的考古博士生 因为连续熬夜写文 猝死来到了这里 本以为这是老天对他的眷顾 可一睁开眼 就发现 自己被埋在了老丈人的祖坟里 逼子的空间 差点莫把他给憋死 要不是徐妙景待人及时赶到 他怕是要死第二次 开局被买也就算了 最让朱军崩溃的是 原生还是个脑袋有毛病的疯子 三天一小疯 五天一大疯 脾气暴躁 头脑简单 洗在牛角间 酷爱打架斗狠 女人是何物 也是半点不知 为应天府八大害之手 谁看了都咬牙切齿 这不 穿过来还莫搞清楚 自己为师摩回去跑老丈人的祖坟 结果就被拔罗补式地拔了出来 然后就被徐妙景 押进了应天府大牢内 还挨了一通奏 满头是包 脸都肿了 都是眼前 这个看似柔弱 却能单手将他低溜起来的女人给打的 周围被关押多年的御友 听了朱军的话 神志也有些不清楚了 跟着叫唤起来 他是吴王 那我就是太子 你们要是再不把我放了 等我爹来了 杀你们的头 我是朱远璋的表弟 是皇亲国妻 快把我放了 朱军无语到了极点 夫人 把我放了行不 朱军看着徐妙景 有些焦急 不由得说起了软话 咱们夫妻有什么话回家慢慢说 徐妙景冰霜翘脸 闪过一丝修脑 你叫谁夫人 你这疯子 臭到木贼 谁跟你是一家人 朱军苦笑连连 原生是个不学无数的疯子 也不知道便宜皇帝老爹是怎么想的 居然会把开国第一功臣的嫡女 赐婚给自己 这女的漂亮是漂亮 可也太彪悍了 谁试得住她 吴王妃 这狗东西胆大包天 小的在给她击下 保证叫她说不出话来 狱卒为了讨好徐妙景 谄媚地说道 见朱军此时鼻青脸肿 浑身是泥 徐妙景也不由有些心软 可想到朱军以往的事迹 他又心硬了起来 自己若是嫁给这个疯子 这辈子就全毁了 虽说他是狄三子 可自己心中的良人 不是翩翩公子 便是威武的大将军 再不计 总的 是个正常人吧 绝不可能是一个天天发疯的疯子 更不可能是一个百姓唾弃的八害之手 不用了 我已经通知我爹了 你先下去 我来好好审这个死刀木贼 徐妙景不管朱军为什么 盗绝他家的祖坟 他必须借着这件事情 回绝了这门婚事 陛下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一旦这件事传开 绝对是天界耻辱 他也可以顺势脱身 是 小人告退 若吴王妃有吩咐 叫一句便可 监狱族被劝退 朱军还以为自己 说动他了 夫人 你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罚也罚了 我也知错了 就别把事情闹大了 要是让我父皇知道 我就完了 到时候 丢的不仅仅是我爹的脸面 还有你徐家的面子 记忆中的大业帝 是个特别严苛的皇帝 比朱虫八 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要是知道 自己干了这种 丧尽天良的事情 还不弄死他 所以 只能耐着性子对眼前 这个陌生的女人说软话 甚至是 卖蒙撒娇 徐妙景一阵恶寒 我说了 不许叫我夫人 再说我把你嘴给撕了 亲亲夫人 放了我 咱们回家聊 行吗 恶心 太恶心了 徐妙景忍无可忍 一把耗住了朱军的衣领 粉圈扬起 就要打下去 可朱军一脸委屈且无辜 鼻子上挂着鼻血 额头肿得跟兽心似的 那样子滑稽又可怜 现徐妙景抬拳 朱军也是心中一颤 连忙闭上了眼睛 打吧 如果打死我 能让徐家祖宗消气 那就打死我 到时候我亲自下去 给徐家祖宗赔礼道歉 等他们原谅我 我就天天托梦给你 咱们梦中做一对恩爱的夫妻 徐妙景后背一阵发凉 谁要梦中跟你做恩爱夫妻 再瞎说我揍死你 朱军咬牙道 打是轻骂是爱 打在我身 痛在你心 徐妙景浑身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一哆嗦 松开了手 一双美目死死地瞪着朱军 你死了这条心 我徐妙景 就算上吊 服毒 都不可能嫁给你 话音落下 门外便传来了一个奸细的声音 陛下驾到 听到这话 整个应天府大牢众人 全都跪在了地上 陛下万岁 滚开 朱远章双手父辈 龙行虎步 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被那双冷漠的眼睛扫过 就能让人遍体生寒 乱了方寸 跟在朱远章身后的 则是信国公徐静达 他脸色也不怎么样 自己祖坟 被自己的疯子女婿挖了 他能高兴起来才怪了 徐妙景看到朱远章 连忙行礼 臣女参见陛下 镣铐的朱军身上 眼中满是失望 他默默地抽出了 随身的宝剑 立声道 孽障 受死 第二章 自救 当剑出鞘 天牢内的众人 全都浑身一颤 朱远章对自己这个敌三子 有的只是失望 彻头彻尾的失望 蛙人祖坟 不共戴天 要是不给徐静达一个交代 他以后怎么面对他 况且 天下尚未一统 他还需要徐静达助力 只不过 这一剑的速度并不快 一旁的徐静达 飞快地拉住了他的手 然而这一剑不快 却异常地沉重 枪 萧铁如你的宝剑 斩在了镣铐上 火星四剑 朱军双手举于头顶 惊出了一身白毛汗 那一瞬间 他心跳如敲骨 血流如泵 双腿软得不行 陛下不可呀 徐静达气归气 要是真让皇帝 斩了这个疯子 那他以后还怎么相处 父皇 而臣知错了 朱军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心慌地要命 他给穿越者丢脸了 可骨气 哪有自己的小命重要 你起开 朱远章一把推开了徐静达 今日咱要是不斩了这畜生 以后还怎么当你大哥 日后百姓说起来 咱怎么有脸当这个陛下 咱二十多个儿子 不差这一个畜生 有的是人给咱上香 朱军心急如焚 眼看朱远章第二剑就要斩下来 他一个驴打滚 避开了这一剑 父皇 我冤枉哪 有人想陷害我 见朱军躲开 还满口叫冤 他眼神愈发的冰冷 你若冤枉 这世上就没有清白的人了 他一脚将牢门的锁链斩断 走了进去 徐静达看了一眼 已经有些不知所措的徐妙景 压着声说道 你啊 非要把这件事闹得这么大吗 徐妙景满腹委屈 可是看到朱军被逼到墙角 心里也有些紧张 要是朱军今天真的被斩了 他等于肩接成了杀人犯 朱军被靠着墙 大脑飞速转动 前身虽然是个疯子 喜欢打架斗狠 头脑简单 可他为什么会 去挖徐静达的祖坟 这根本说不过去 而且这一块 记忆有断层 所以 他料定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旋即便大喊道 父皇 我有错我认了 但是您不让 我把冤屈喊出来 我死也不服气 您就算要杀了我 也要让我死得心服口服 当一个明白鬼 好 那咱就听听 你能编出什么理由来 朱远张冷声道 徐静达也顺势进到天牢 侧身挡在了朱军的身前 随时准备拦住朱远张 朱军知道 朱远张喜欢有骨气的人 前身虽然在外面横 但是在他面前 就像是老鼠线了猫 他咬牙起身 将身上的泥垢拍打干净 镣铐碰撞 叮铃作响 旋即又将自己的头关整理好 这一番操作 看得朱远张直皱眉 父皇 徐妙景将我从信国公家的祖坟挖出 却不见从犯 而陈虽然性子急躁 也容易冲动 却不至于光明正大 去挖了信国公的祖坟 更遑论 信国公家的祖坟 还有守牧人在 儿臣是如何在有人看守之下 还挖穿了祖坟的地宫 说着 朱军将自己脏兮兮的手伸了出来 父皇且看 儿臣虽然喜好打架 却也是养尊处优 食指不沾扬春水 若是掘木 为何手掌没有水泡和老茧 这两问 让徐靖达也是一阵疑惑 朱远张眉头皱得更深 徐妙景也不由得走了进来 紧跟着 便看到朱军朝着自己的手掌心 吐了两口带血的唾沫 这恶心的举动让 他未步一阵作呕 朱军也有些不好意思 也只能硬着头皮搓起了手 直到掌心的尼垢搓前 露出了掌心 父皇且看 朱远张盯着朱军的手看了起来 得却没有发现 水泡或者老茧 不由犯起了嘀咕 他也是农民出身 自然知道前活的手是什么样的 可这并不能说你是冤枉的 好 就算这不能正名而成的清白 那儿臣的从犯呢 挖穿地宫 凭而成一人之力 绝对没可能做到 而臣不喜欢读书 更讨厌看书 不会风水堪余 更不会巡龙分金 哪能一下子就确定地宫的位置 就算臣狗屎运好 一下子就挖到了位置上 可等臣挖穿 起码也过了两三个时辰 守墓人早就发现 即实质者沉了 所以 而臣冤枉吗 朱军叫起了撞天驱 徐靖达看了一眼朱远张 陛下 微臣的祖坟是后来修建的 用了厚重的糯米混合土 若只是吴王一人 就算挖一天一夜 也不可能挖进去 说着 他心里一惊 不由看向了徐妙景 你什么时候得知 吴王去咱家祖坟呢 徐妙景心里一惊 说道 两个时辰前 等女儿赶到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塌陷的土埋在地宫里了 听到这话 朱军连忙剑缝插针 那可是糯米之浇注的混泥土 咱们应天府的城墙 就是用这种混泥土浇注的 别说挖了 就算用狼头 砸都砸不破 就算砸穿了 也不轻易塌陷 朱远章神情越发凝重 正如朱军所言 如果他有从犯 墓穴塌陷的时候 肯定会把他从里面拉出来 毕竟朱军再怎么说 也是个王爷 若朱军死了 他必然是会刨根问底 也要把这些人给抓出来 而且徐妙景也说了 他赶到的时候 朱军已经被埋了 而且 徐妙景没有发现有其他人 这说不过去 再加上朱军身上种种疑问 必然有人想置 朱军于死地 想到这里 朱远章看向朱军的眼神 缓乎了些许 你脸上这些伤 怎么来的 朱军闻言 也是松了口气 但朱远章手中的宝剑 还没有入窍 便故作害 怕看了一眼徐妙景 徐妙景一咬牙 上前道 是臣女打的 打得好 这等混账 就算是打死都活该 朱远章叫了声吼 转头看着朱军 你说了这么多 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 你既然被妙景 从地里挖了出来 就肯定跟你脱不开前夕 咱先留着你的脑袋 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内 你要是不能证明 自己的清白 就别怪咱 不念及父子情义 第三章 必须逃离京城 朱军松了口气 可玄机又是一阵愤怒 到底是谁 在背后陷害他 娘的 太可饿了 不过三天时间 是不是太短了 朱军壮着胆子道 父皇 三天太短了 能不能多给点时间 这时 徐靖达也帮朱军说话 陛下 吴王虽然鲁莽 却也不至于做出 这等伤天害理的事情 哼 他什么样子 咱能不清楚 朱远璋将见归翘 七天 最多给他七天时间 朱军叹了口气 虽然之多了四天时间 但是总好过三天吧 这时 朱远璋看着徐妙景 脸上的冷漠淡趣 多了一丝和煦的笑容 妙景 你救了这个混账东西 告诉咱 想要什么奖赏 他这句话 也是撇清了 徐家跟这件事 没有任何关系 徐妙景却没有往深处想 连忙道 陛下 臣女什么奖赏 都不想要 请陛下 收回臣女和吴王的婚约 朱远璋笑容隐去 这就是 你要的奖赏 徐靖达心说一声不好 放肆 谁让你说这个的 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哪能由你做主 爹 女儿实在是配不上吴王殿下 你给老子住口 徐靖达从来没有 对徐妙景说过重话 此时冲到他面前 一巴掌 扇在了徐妙景的脸上 啪 清脆的耳光 让徐妙景心都碎了 他捂着脸 并不知道 自己做错了什么 恨恨地看了朱军一眼 哭着跑开 徐靖达也是懊悔无比 但是没办法呀 什么时候开口退婚都行 可这个关头 吴王挖掘祖坟的事情 疑点重重 若真是朱军 脑袋抽风 自己去挖的 也就算了 可不是呢 那就是陷害王爷 是杀家灭族的大罪 朱远璋可不是什么心词手软的人 徐妙景开口退婚 有借势要挟的嫌疑 这不是把货水往自己的身上引 妙景 快回来 徐靖达气地狂拍大腿 然后向朱远璋告罪 陛下 都怪微沉从 小骄纵这丫头 你下手中了 那可是咱的儿媳妇 打坏了 咱可是会心疼的 朱远璋道 你家妙景配咱家这个孽障 绰绰有余 让他受委屈了 闻言 徐靖达松了口气 朱远璋到底是聪明人 并没有 因为这件事 就怀疑是徐家 谢陛下 天德啊 咱们是兄弟 现在更是亲家 朱远璋拍了拍他的手 咱先回去了 你回去后 也不要骂妙景 孩子心里有委屈 咱知道 这件事 也是咱自私了 是 陛下 徐靖达功声说道 陈送您回宫 说着 两人离开了天楼 朱军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一次真是死里逃生 要不是他集中生志 肯定被老朱给斩了 真狠啊 亲生儿子 说砍就砍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等老子自证了清白 就想办法就翻 去做一个天高皇帝 远的土藩王 当一个潇洒的土皇帝 朱军心里打定了主意 他是狄三子 前面还有两个哥哥 大哥朱玉是太子 生龙危重 四个朱迪是燕王 战功赫赫 他就是一个疯子 也莫什么朋友 要说有朋友 就是其他京城七海 皇位是不想了 而且从古至今 皇帝都是个短命的职业 他上辈子 就是各考古学博士 又不是老朱那样的天命大帝 更不是永乐皇帝那样的狠人 必须远离京都这个是非之地 在地上坐了一会儿 思索了未来该走的路 他也不再迷茫 虽然这个陌生的平行世界 自己并不熟知 但他一定可以在这个世界过好 自救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便是自证清白 他从地上爬了起来 走出天牢 就看到方才打他的黑脸狱卒 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吴王殿下 小人 小人罪该万死 求吴王殿下饶小的一命 狱卒害怕得要命 他没见过朱军 但是也知道京城八害的名声 这下不仅仅自己要倒霉 恐怕还要连累家人 想到这里 他就不住地磕头 朱军一肚子的火 可他现在浑身都疼 这副鬼样子走出去 还不被人给笑死 他走到狱卒面前 一拳砸在了狱卒的脸上 你打了本王一拳 现在本王也还你一拳 两清了 狱卒愣愣地看着朱军 心中狂喜 旋起感恩带得道 谢谢吴王殿下不杀之恩 殴打王爷 是死罪 却没想到 朱军居然只是轻轻给了他一拳 不过 不是说吴王性子暴力 风病发作且残忍吗 怎么跟传说的不一样 行了 别磕头了 朱军摆摆手 靠在天牢的墙壁上 去给本王准备轿子 送本王回家 狱卒不住地点头 是 殿下 小人这 就去准备 很快 狱卒搞来了轿子 轿子不大 做起来有些憋屈 吴王殿下 委屈您了 狱卒道 行了 快送我回府 朱军进到轿子 空间不大 有些逼则 但是最起码不用自己走路 路上 他一直在想该怎么 找出幕后真凶 要是大哥在京城就好了 只可惜 他带天寻边去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要不 去找四哥 从记忆中得知 大哥对原身最好 四哥虽然不怎么亲近 但也还过得去 正想着 吴王府到了 看着破败的吴王府 朱军一阵气短 大爷却定应天府 魏都城也不过几年 连城墙都还没修建好 就更别说 诸位王爷的府邸了 受宠的王爷还好 像他这种不受宠 爱闯祸 又有封病的 能有自己的府邸就不错了 几个老掉牙的府兵守在门口 看到朱军 眼中都有些惊恐 参见殿下 朱军摆摆手 转头叫住了想要逃跑的狱卒 那个谁 我现在缺人手 你以后就跟我混了 狱卒如丧考彼 他本以为自己把朱军 送到这件事救了 却没想到 他还要 自己加入吴王府 他肯定是想 慢慢折磨死自己 靠这些老掉牙的府兵 想要自证清白 肯定不可能 进到府邸 随处可见的斑驳 但是这斑驳之中 却有一抹嫩绿的倩影 朝着朱军神色匆忙地走来 殿下 您回来了 第四章 倩条小丫头叫清禾 是前身的贴身丫鬟 准确地说 是可以暖床陪睡的那种 按照大爷的规矩 王爷府内的侍女很多 可前身这个疯子 觉得女人麻烦 竟是把那些俏丽的丫鬟 挨个送给了其他人 也算是青梅竹马 但清禾也被前身送过一次 还是朱玉把人要回来的 想到这里 朱军心里都骂开了 混账东西 送什么也别送女人 就算不喜欢 洋洋眼也不错呀 而且 清禾忠心耿耿 又听话 打不跑 骂不走 这等痴心的小侍女 怎么舍得送人 清禾也是眉清目秀 妥妥的小美人 虽然还没常开 可以然出具规模 照理说 美女乳艳头怀 朱军硬该乐颠颠地张开手 可他现在浑身哪哪都疼 实在是默心情 伸出手 就打算让清禾扶着 清禾杀住脚步 窃窃地看着朱军 大大的信念之中满 是巨色 朱军瞄懂 不由地将手落在了他的脑袋上 轻轻地摸了摸 别怕 我不打你 这轻易的动作 让清禾有些发愣 可看到朱军的狼狈以及伤势 眼泪也是速速地落 他连忙用瘦小的身子 给朱军当起了拐杖 殿下 谁给你打成这样了 平日李朱军虽然也会打得浑身狼狈 却不会像今天这般 鼻青脸肿 毕竟 朱军再疯 那也是王爷 哦 一个疯婆子打的 朱军靠在清禾的身上 少女幽香钻进鼻子 让他舒服了不少 清禾 这些年 委屈你了 不委屈 清禾听到这话 鼻子又是一酸 奴婢都知道的 以后 我肯定好好待你 别说他现在默人 就算有人 清禾也绝对是最中心的那个 有殿下这句话 奴婢值了 清禾兴眼蓄满了泪水 可却是喜悦的泪水 将朱军搀扶到卧室 他连忙打来了热水 给朱军擦拭 朱军就闭着眼睛 很是舒坦 冰凉的小手涂 抹了清凉的膏药 在他的脸上滑动 本来还想说些什么 可是刚穿过来 就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还挨了顿打 身心俱疲 一时间 憨声大作 献朱军这疲惫的模样 清禾吸了吸鼻子 他其实一直都知道 殿下以前不这样 要不是当年那一战 殿下受了伤 也不至于让他害了封病 其实殿下 是很温柔的人 一直都是 朱军这一觉 直接睡到了傍晚边 醒来的时候 清禾正趴在旁边守着 他不由心中一暖 轻轻叫了两声 清禾抬起头 睡眼惺忪 还有些迷蒙 可看到朱军坐起来 他顿时清醒过来 殿下 您醒了 呃不饿 奴婢这就去给您做吃的 以后在我面前 不许称奴婢 朱军故意板着脸道 清禾有些茫然 那称什么 朱军以前不是换他贱臂 就是贱人 可趁我 奴婢不敢 这是本王给你的特权 朱军啊暗自嘲 他这个吴王 一不像其他王爷有兵权 二不像他们这么受宠 说是狄三子 可这么久了 昆宁宫那边也没有来信 想必 前身的母后 也是伤透了心 是彻底准备放弃 他这个儿子了 无所调位 他的目标明确 那就是 就翻逃离京城 哪怕去各鸟不拉屎的地方 凭借着另一个世界的五千年的积累 他也能够够得很好 奴 奴婢 见朱军板住脸 清禾一咬牙 清禾去给殿下做吃的 你让后厨做就行了 还有 去把狗东西给我叫来 朱军睡了一觉 浑身也不那么疼了 头脑也清醒了许多 狗东西是朱军的贴身太监 前身虽然不怎么受宠 但该有的配置还是有的 而朱远章即位瞧不起太监 只能让他们起贱名 但凡敢犯错 那却不轻饶 殿下 他姓循 清禾壮着胆子纠正道 本王说他是狗东西 他就是狗东西 朱军有些冒火 却不是对清禾 去把他叫过来 清禾见朱军发火 也不敢再说 连忙离开 朱军坐在床边 心中却是冷笑 前身出去 习惯性地会带着狗东西 而这一次挖坟居然不在身边 这显然不对劲 而且 从他回来到现在 他竟然没有看到狗东西的身影 那他坐的哪门子贴身太监 今天他要是说不出个子丑银帽 怕是莫那么容易过去 正想着 外头就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哎呦 殿下 我的殿下又 奴婢找了您一天了 您回来了 怎么也不跟奴婢说一声呦 话落 就看到一个二十多岁 面无虚发 神情慌张的太监跑了进来 静止跪在了朱军的面前 殿下 您怎么被人打成这样了 到底是哪个该死的东西 下着磨痕的手 本王早就回来了 你死哪去了 朱军学着前身的样子 一脚将狗东西踹翻在地 殿下 您忘了 您跟蔡冠他们斗鸡 输了银子 便让奴婢在那里厚住 您回来取银子 这一等就是整整一天 没有等到您 奴婢也不敢回来 见狗东西一脸的无辜 朱军揉了揉脑袋 好像的却是这样 这段记忆很模糊 就像是被人抹去了一样 蔡冠是应天府第二海 前身最好的朋友 吴王府之所以这么破落 全都跟他有脱不开的关系 斗鸡斗狗 豢养全手搏斗 前身那狗脑子 就是包书记 墨银子就送侍女抵债 要么就把府中能卖的都卖了 好 那你详细 把今天本王说过的话 蔡冠他们说过的话都说一遍 要是说错了 本王绝对饶不了你 朱军冷声道 寻步三苦笑一声 这疯子挨了打 又准备发疯了 旋即将白天的事情口述了一遍 朱军记忆缺失 乍道 放屁 白天的事情根本就不是 你说的这样 寻步三下的跪在地上 殿下 奴婢真的没有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您说回来找银子 找不现就拿清河抵债 他们迟迟不等您来 还以为您打算耍赖 说着 寻步三连忙从怀中 拿出了一件东西 递了过去 您看 这是您今天签的欠条 第五章 我今夜就睡这了 朱军拿过欠条 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的字 无疑就是钱身写的 尼玛 一千二百两银子 吴王府穷的叮当响 除非把整个吴王府给卖了 见朱军脸色铁青 寻步三道 殿下 蔡军说了 您要是真还不起 就算了 清河他们也不要了 免得太子殿下回来 又要过去熟人 他们可不敢收人 那他们要什么 说是想要您一个人情 寻步三道 朱军虽然是个疯子 但是答应别人的事情 那是撞破头都会做到 这一点 寻步三很清楚 若蔡冠之流 那就是这儿八经的 顽固祸害 一千二百两银子 就想要我的一个人情 朱军又不傻 而且这件事 处处都透着诡异 他就更不可能答应了 他收好欠条 看了一眼寻步三 你可知道 本王今天到哪 寻步三摇头晃脑的 奴婢真的不知 朱军收回目光 他现在默认用 这个狗东西 虽然不知道好坏 但只能先用住 算了 算你诚恳 本王就不追究你的过错了 谢殿下 寻步三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还好疯子没有发疯 要不然就惨了 朱军的晚餐 就是一碟螺补咸菜 外加一碗浓粥 就这些米 还是清河冒着被打的风险 藏起来的 那叫一个心酸 堂堂皇室狄三子 过成这个调样 兜里空的灌风 老鼠跑进府库 都要哭着带一家老小搬家 来一起吃 朱军强挤出一丝微笑 招呼清河坐下 殿下 呜 清河吃过了 清河咽了咽口水 朱军叹了口气 直接给清河盛了一碗浓粥 然后对寻步三道 狗东西 你自己成 寻步三都猛了 像是第一次认识朱军一样 愣着做什么 虽然今天咱们喝粥 吃咸菜 但是过一段时间 本王一定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燕窝鱼吃吃到吐 绫罗绸断随便穿 朱军像是给他们化大饼 又像是再给自己打气 他好歹还有咸菜吃 普通老百姓都只能用醋布 已经算是不幸的万幸了 清河相信殿下 寻步三也是饿了一天了 鸡肠鹿鹿 也壮着胆子过去 成了一碗浓粥 见两人根本不敢吃咸菜 只是一碗白粥 都吃得津津有味 朱军在心里发誓 绝对要过上好日子 吃饱之后 朱军就在府内翻箱倒柜 殿下 您找什么 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我要送人 朱军道 或者两坛酒也行 送谁 清河紧张道 殿下 您是不是又要去找菜罐他们 不是 朱军摆摆手 我要去找我四哥 空桌手上门 不像样子 他想请朱迪 帮忙 最起码要带两坛酒吧 说不得还要借点银子 缓解一下处境 等字正清白 他就想办法弄银子 把菜罐的银子给还了 然后想办法离开京城 一切都很完美 您要去找四爷 寻步三苦笑道 您是忘了四爷之前 怎么骂您的吗 您过去找他 岂 岂不是找罪受 唉 挨骂由我认了 少废话了 有银子给银子 墨银子给我拿点酒来 朱军够烦心了 见他们不吭声 也知道府内侍 真的拿不出东西了 他想了想 将怀里的玉佩拿了出来 这是母后给他的玉佩 算是他身上最值钱的东西 就算前身再怎么混蛋 也没想过 把这东西点当了 似乎这玉佩 对前身有很重要的意义 只可惜 好些记忆都很模糊 他也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意义 只能把这个当成礼物 送给朱冰了 他快步离开府邸 寻步三无奈地拍了拍大腿 殿下呦 您等等奴婢 清禾担心不已 但是碍于规矩 也不敢追过去阻拦 朱军带着新收的 玉卒小弟 牛五六冲场面 不多时 就来到了燕王府 相比破落的吴王府 燕王府很是气派 门口六个府兵 雄壮威武 看到来人 连忙拦住 大胆 燕王府中地 闲人没入 你们才大胆 我是吴王朱军 还快让开 朱军怒斥一声 走上前道 我四哥在家吗 我找他有事 说着 他就要往里走 府兵看着朱军 眼中带着一丝细血 吴王虽然算不上英俊 却也是相貌端正 你这邪眉歪眼的 也敢说自己是吴王 他当时一巴掌 抽在了府兵的脸上 力量之大 直接将府兵脸都抽中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嘲笑本王 说着 一把抽出他的佩刀 架在了府兵的脖子上 嘲笑本王 乃大不敬眼 就算一刀宰了你 也没人敢跟你求情 其余人都是一愣 莫想到朱军说话有理有据 一个大不敬的帽子扣下来 还真不是他们 可以吃得消的 府兵额头冒汗 就在这时 燕王府的管家 红服跑了出来 哎呦 吴王殿下 快放下刀 其归其 但是他今天是来求人的 不是来闹事 旋即将刀子丢在了地上 看在红管家的面子上 本王今天就不跟你计较 那府兵眼中压着火 却也不敢吭声 红服见状 冲他挥挥手 让他离开 然后走到朱军的身旁 六爷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哦 我找四哥有要事相伤 说着 他抬脚就要进去 不巧了 四爷他有事不在府上 红服表情未难道 您看 要不等四爷回来了 小的在派人去通知您 四哥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小的不清楚 红服笑眯眯的 心中却不屑到了极点 这疯子 能有什么破事 找他们四爷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无妨 我今夜就在这里等 不用管我 四哥什么时候回来 我就什么时候走 他估计 现在朱军已经知道 他前的混账事了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被自己亲哥骂两句 打两下 算个屁啊 红服一愣 顿时拔高了声音 不行 您晚上不能在这里 第六章 心软我四哥 是不是在家 朱军一边推着 红服往里走 一边大喊 四哥 我是老六啊 我来找你了 四哥哟 快出来献我 朱军也有一股蛮劲 红服被推开后 他撒鸭子就往里跑 四哥 四哥 红服脸都绿了 这出疯子 又开始发疯了 正在书房 朱军脸色也很不好看 听着外面急促的脚步声 他身旁的黑衣和尚连忙到 燕王 平僧回避一下 朱军冷着脸点点头 等大和尚避开 房门阴声打开 浑身是汗的朱军走了进来 四哥 我就知道你在府上 朱军大喜 四爷 红服追了过来 气都快喘不上来了 指着朱军 一脸无奈地道 挡都挡不住 知道了 你下去吧 朱军冷冷说了句 旋即一拍书桌 你不在你的吴王府待着 又跑到我这边来做什么 朱军相貌方正 跟老朱有六分相似 特别是那双眼睛 特别的射人 再加上 朱军也是骁勇的战将 一脸严肃的样子 特别吓人 四哥 我 我犯错了 朱军咬牙 走到朱军的面前 他拱手一败到底 请四哥救救弟弟 朱军却是冷笑 你天不怕地不怕 还知道自己犯错了 朱军一听就知道 朱军已经知道 他挖老丈人祖坟的事情了 连忙道 四哥 父皇给了我七天时间 若是不能自证清白 我就要倒大霉了 大哥现在又不在家 我只能来找你帮忙了 这么些年 大哥都给你 擦了多少次屁股了 你屡教不改 一次又一次地 让我跟大哥失望 朱军起身 看着朱军冷冷道 你的忙 我帮不了 出去 自己捅的篓子 自己补 见朱军这魔决绝 朱军连忙拉住他的手 四哥 我是被冤枉的 有人在背后陷害我 你一定要帮我啊 要不然 我别去死了 你冤枉 那你说说 你哪里冤枉了 朱军连忙把跟老朱说的话 再说了一次 所以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虽然我在坟里 但是这之前的记忆没了 肯定有人对 我做了什么 朱军连起了眼睛 你自己犯了错 还不敢承认 我对你太失望了 出去 我不想听你狡辩 他推着朱军往外走 四哥 四哥 咱们是亲兄弟啊 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弟 朱军一咬牙 连忙将自己的随身玉佩拿了出来 只能赌一把了 当弟弟的身无常处 这块玉佩是母后送的 质地不错 就当弟弟请四哥帮忙的礼物 也请四哥看在母后的面子上 帮弟弟一次 若弟弟能够度过这一关 日后必然千倍赎回这玉佩 他也是破釜沉舟了 如果这样都不能让朱军帮忙 他就只能另想办法了 看着玉佩 朱军眼中闪过一丝复杂 你居然把这块玉佩都拿出来了 请四哥帮忙 朱军再次道 朱军将玉佩握住 双手腹背 伺在厮口 冷汗一滴一滴 从朱军的额头滑落 就在朱军无比煎熬的时候 朱军开口了 看在这玉佩的份上 我帮你一次 但是你记住了 是最后一次 谢谢四哥 朱军抬头 说不出的激动 给了朱军一个大大的拥抱 回去吧 但是我也不敢说 一定能帮到你 朱军嫌弃地推开了朱军 只要四哥出手 肯定没问题 朱军信心满满 又跟朱军唠了几句 这才高兴离开 朱军回到位置上 从身上拿出了相同质地的玉佩 这玉佩正好合在一块 但是上方还缺了一块 殿下可是想帮他 这 心软乃大忌眼 万不能因小事大眼 大和尚道 你若心软了 又何必做这些 风雨是你给的 现在又给他散 岂不自相矛盾 大和尚 本王这么做是对是错 错对不重要 重在天命眼 大和尚道 你看这疯子 为了自保 尚且能够破釜沉舟 不顾一切的自救 难道殿下 还不够疯子有胆气 朱军一咬牙 本王知道了 殿下出来了 牛五六看到朱军 也松了口气 殿下 莫跟四爷吵起来吧 寻不三问道 没有 好的很 如今 朱军答应帮忙 朱军脚步都轻快了许多 本来还想借银子 但朱军都快发飙了 他只能另想办法 回到府上 也到了宵禁的时间 黑漆漆的房间里 只有一根烧了半截的蜡烛 黑暗之中 清禾守在一边 他总觉得今天的殿下 不太一样 上来吧 陪我一起睡 啊 清禾一愣 以为自己听错了 殿下 您说什么 我说 上来一起睡 朱军挪了个位置 天见凉了 别动着了 寻步三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疯子这是开窍了 殿下 我 我守着就好 清禾休得不行 快上来 那一块已经被我误热了 在朱军的催促下 清禾躺在了他的旁边 殿下 男人炙热的气息扑面而来 清禾心里紧张地要命 他死死地攥着衣服 要是今天殿下乱来 他 他怎么办 舒不舒服 朱军却是没有太多的想法 他现在只是刚刚找了帮手 还远远没有自救成功 嗯 舒服 那睡吧 朱军转了个身 明天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得早点睡 清禾愣了愣 好久都不敢动 等到均匀的呼吸传来 清禾才忍不住轻笑了起来 殿下真的变了呢 他鼓起勇气 凑到了朱军的背后 紧了紧被子 手也搭在了朱军的身上 殿下身上热轰轰的 真暖和 清禾心想 如果殿下一直这样 这个冬天 他就不怕手脚冰凉了 第二天 朱军醒来 床边已经空了 他连忙翻身起床 草草洗漱一番 连早餐都不吃 殿下 要不先用完早膳再出去 朱军看了一眼白粥和罗补 半点胃口都没有 拉着清禾的手道 跟本王走 带你去吃香的喝辣的 再顺便给 你换一身行头 第七章 我这是给你机会 清禾手被握住 心中说不出的害羞 可听到朱军的话 不免好奇 殿下 您这是要带清禾去哪 你去了就知道了 朱军一招手 将牛五六也带上 寻步三想跟着 被朱军给叫住了 你在家里看家 寻步三一脸委屈 殿下 奴婢的跟着您 要是您又去跟人打架 奴婢也好 替你挡圈头 本王今天不前嫁 你在家守着 哪儿也不许去 他这会儿要去找菜冠 顺便旁敲侧击一下 昨天发生的事情 若是带上寻步三 还怎么问 寻步三叹了口气 这朱军挨了顿揍 怎么变了个人似的 他也不敢跟着 只能在府上守着 清晨的应天府 人声鼎沸 小贩挑着丹 沿街叫麦 中原三分 大业背靠大海 境内水域繁多 虽然这两年长有烙灾 但是将猛猿人赶走之后 与民休养生息 却是出见繁华 现在三国就像是 约定好了一样 都相安无事地发展 只等一个契机 便会再引战端 朱军心里很清楚 封地必须不能 跟其他国家接壤 要不然天天打仗 容易殃及驰鱼 靠海的位置就很好 一时贫穷莫什么 但是背靠大海 日后开展海帽 晒晒海岩 发财那不是 轻而易举的事情 很快 朱军按照记忆 来到了八害聚首之地 聚宝楼 这聚宝楼 是应天第三害 沈大宝开的 他爹省万千 号称应天第一副 朱军带着清禾走了进去 茶楼里人声鼎沸 往来的小厮看到朱军 都是点头哈腰 六爷 您吉祥 平日里一句吉祥话 朱军必然要爽 而此时 他露出八颗白牙 只不过脸部的肿胀 尚未完全消除 笑起来有些滑稽 菜冠他们到了吗 都在呢 小厮搓搓手 一脸的期待 嗯 朱军拍了拍他的肩膀 直接上了楼 小厮都猛了 卧槽 这猪疯子 今天怎么变小气了 没有拿到赏钱 小厮气得直嘀咕 什么玩意 抠嗽 清禾则是紧张的道 殿下 您 您怎么来找菜冠了 找他有点事 别担心 一会儿你该吃吃 该呵呵 朱军道 清禾眼睛隐约有雾气 哽咽道 您是不是又要把清禾 送给他们抵债 哪能啊 朱军一听 就知道他误会了 连忙抱了抱他 你可是本王的乖乖小侍女 就算把牛五六 送给他们抵债 也不会把你送出去 牛五六都无语了 他家狱卒都是祖传的 汗闹饱收 结果硬是被朱军给坑来了 按理说跟着王爷 那是天大的喜事 可跟着朱军 那便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看着吴王府那些府兵 天天喝粥果腹 哪有在天牢里舒服 三天两头 就有饭室的家属送礼打点 一年下来 赚个十来两银子 还是不成问题 唉 苦眼 当真 那自然是真的 朱军连忙事 去他的眼泪 捏了捏他的鼻子 这轻腻的动作 顿时让清禾修低下了头 心里也莫那么害怕了 哄好了清禾 朱军轻车熟路地 推开了天字一号房 房中情声悠悠 身姿曼妙的歌女正在起舞 里头摆着八张躺椅 这会儿空着六张 两个年轻人正躺在那里 旁边还有两个小侍女 伺候着他们进食 蔡兄 沈兄 让你们久等了 朱军哈哈一笑 向两人打了声招呼 眼睛却瞥向了一旁的食物 各种精致的小菜 足足摆了几十道 别说两个人 就算是二十人 也吃不完 真他娘的奢靡 唉 清禾 吃 朱军拉着清禾坐下 先是给他盛了一大碗燕窝粥 然后又徒手抓了个乳哥 丢给了牛五六 来 一起吃 蔡冠跟沈大宝对视一眼 旋即坐起了身 朱兄昨日一去不复返 我还以为是打算赖账吗 蔡冠的父亲 是公布尚书蔡文 按理说喊朱军朱兄 是大不敬之罪 可朱军虽然疯 但是不拘小节 颇为豪爽 而且好意气 若是答应的事情 便是死都会想办法完成 哪能啊 这不是来了吗 朱军饿得不行 一手端着海鲜粥 一手拿着半支烤鸭肯 朱兄 你拿清禾抵债可不行 沈大宝也站了起来 我昨日跟巡公公说了 日后太子若是回来 又要来赎人 我等可开罪不起 你们想的美 朱军含糊道 清禾可是我的人 我今天过来 有两件大事 文言 二人心里都颇为不屑 这朱疯子 能有什么大事 他眼中的大事 除了打架斗狠 便是斗鸡斗狗打拳 他脸上的伤便是最好的证明 是晚些再说 菜冠坐到了朱军的身边 拉住了朱军的手 那一千二百两银子 朱兄何时给我 咱们关系虽然好 但是清兄弟名算账 一码归一码 朱兄贵位无王 来天皇贵咒 不会言而无信吧 不就是一千二百两银子 小钱 不值一提 朱军甩开菜冠的手 别心急 等本王吃饱了 再慢慢与你们说 一边说着 一边催促着清禾和牛五六 你们傻呀 看着我做肾 凉了就不好吃了 清禾害怕有诈 死活不肯吃 牛五六可不管那么多 这具保楼乃应天第一楼 谁不想过来尝一尝 他拿起乳歌 吭吃吭吃咬了起来 沈大宝笑着上前 吃可以 这一顿没有五十两银子 可下不来 都是兄弟 谈钱俗气 以前我隔三差五 在聚保楼请你们 今天你请我吃一毒 应该没问题吧 朱军厚着脸皮道 礼尚往来 我这是给你们表现的机会 可千万要把握住 沈大宝都气笑了 这疯子 混吃混喝也就罢了 玄托家带口 说得这么理智气壮 蔡冠饶有兴致地看着朱军 这疯子 似乎跟以前有些不一样 殿下 牛五六 钱完了一只乳歌 做了左手指头 还有些意犹未尽 朱军起身 将一只烤乳猪丢了过去 吃吧 吃完这一毒 估计聚保楼离关门也不远了 底巴掌 算了 本王不管了 牛五六也没想那么多 抱起烤乳猪就咬了起来 外表的猪皮酥脆 肉质鲜嫩 肥油顺着他的下巴 就落在了昂贵的波斯地毯上 那吃相 看得菜罐直皱眉 朱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沈大宝不悦道 什么叫吃完这顿 就离句保罗关门不远了 你这不是咒我吗 等我吃饱再说 现在莫空理你 朱军慢悠悠道 持续营造神秘 见清禾一口不吃 轻轻屈指 在光滑的额头上一弹 强丫头 莫不是要让本王亲自喂你 说着 便端起碗 就要喂他 清禾看朱军眼中满 是无奈和宠命 心中一颤 红灼脸 声若细闻道 殿下 清禾不饿 乖 张嘴 朱军强势地将勺子 送到他嘴边 清禾翘脸飞上了红韵 没办法 吃得羞答答地 张开了樱桃小口 菜罐跟沈大宝都看傻了 眼中满是哑然 这是那个不敬女色的猪疯子 怎么对女人这般温柔了 菜罐眉头皱起 心中却在想 朱军到底是怎么了 为何突然就变了 沈大宝心里也跟猫抓似的 虽不觉得 朱军真的有什么大事 可话说一半 就好比勾兰听去 只能看不能摸 清禾吃了两口 心中虽然高兴 可是再是不习惯 羞答答地接过勺子 自己吃了起来 朱军此时也吃了个八分饱 然后将茶杯推到了菜罐的面前 给本王倒茶 菜罐又是一愣 愣着作甚 刚才吃急了 有些腻 朱军大摇大摆说了句 然后大摇大摆 走到他的专属躺椅 躺了下去 菜罐没吭声 倒了茶 送到了朱军的跟前 他倒要看看 这疯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朱军悠哉悠哉喝了一口茶 哈啄气 多好的地儿啊 关了还挺可惜的 朱兄 何出此言呢 菜罐就没到 聚宝楼开得好好的 怎么会关了 沈大宝也不动声色地凑了过来 朱军看了一眼舞女 沈大宝连忙做了个手势 让他们退了下去 旋即又关上了中间的门 将清禾和牛五六隔在了外面 现在可以说了吧 说可以 但是我有什么好处呢 朱军摸着下巴道 这两件事 跟你们都有关系 而且关乎到你们全家上下 朱军说得玄乎 菜罐不信 沈大宝更是不信 他们以精料定 朱军在胡说八道 可菜罐还是顺着他的话道 你想要什么好处 朱军手指敲击在桌面上 思考了一会儿 那一千二百两银子的欠账免了 你们再 我凑一万两银子 两人一听都逗乐了 不仅要免除一千二百两银子 还要我来给你凑一万两 沈大宝肖主道 我的吴王哥哥哟 你可知道 那是多少银子吗 知道 不过吴王府两年的碎贡而已 朱军说道 我这还是 看在咱们兄弟之间的情分上 才给你们打的折扣 要不然 十万两银子 我都不说 菜罐笑着道 你说的事情 若真对我们有帮助 别说一万两 就算是两万两 三万两 我们也给你凑 朱军嘴角微微上扬 事情我得一件一件说 那就先从大宝的事情说 但是说这件事之前 你得先拿三千两银子 放我面前来 要不然 我不说 那万一你胡言乱语怎么办 沈大宝道 大宝 本王的卫人 你还信不过 我何时 骗过你们几个 但凡答应你们的事情 有一件莫作成 我朱军 好歹也是吴王 一口唾沫一个钉 我要胡言乱语 叫我不得好死 朱军道 前身 这点还是很好 为兄弟两位插刀 绝不撒谎 菜罐打了个手势 三千两银子太多了 最多一千两 那算了 我不管了 朱军起身 反正倒霉的又不是我 死的又不是我 我犯不住 为了那点银子冒风险 说着 他拱拱手 菜兄 大宝 别说做兄弟的 莫提醒过你们 日后要是出了事 也别怪我 你们好好想想 我朱军什么时候 为难过你们 又要过你们的银子 这笔钱算了 不能说 不可说 大难将至啊 朱军双手背负 朝着门口走去 正要推开门 便转头对菜罐道 菜兄 你那笔银子 宽容我几日 到时候一分不少地送过来 说完 朱军推门 带着清禾 跟义游未尽的牛五六走了 献朱军说得煞有其事 而且一副纠结的样子 两人也有些不淡定了 不会真的有什么事吧 他毕竟是吴王 听到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风声 也很正常 沈大宝心里七上八下 菜罐有些烦躁 他之所以跟朱军交好 陪着他闹腾 其实也是为了交好朱玉 朱玉对朱军好的没话说 这儿八经的伏地魔 那一千二百两银子算个屁啊 他看中的是未来 朱疯子这个人虽然头脑简单 但对我们的趣好 讲义气 也从来没有骗过我们 菜罐在房间里踱步 心里也不免有些紧张 他现在还没走远 要不我去把他叫上来 沈大宝道 我倒要看看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说住 蔡军快不下了楼 可朱军已经带着人没了踪影 他连忙拉住小四问道 有没有看到六爷 看 看到了 出门又转了 小四连忙道 二人跑出了门 沈大宝急了 人怎么一眨眼就没了 走 沿街找找 两人顺着右边走了过去 结果在不远处的沈氏布庄 看到了朱军三人 朱兄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菜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道 哦 你们两个来了 朱军看了他们一眼 对着掌柜道 把你们店里最好的绸缎 都拿一匹出来绸绸 一匹绸缎 大概是八九米的样子 折合银子 要十两银子 掌柜的看了看朱军 又看了看沈大宝 少 少东家 您看这 愣着作甚 六爷说要 还不快取来 沈大宝瞪了掌柜一眼 旋即掌柜将十数匹绸缎拿了出来 六爷 这些都是店里最好的 行了 沈大宝打断他的话 抓紧 把这些都包起来 一会儿送六爷府上去 第九章 谢六爷提点 本王只是看看 可莫说要 朱军连连白手 拉着清和就往外走 一些绸缎 就想让本王开口 那你们可想多了 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们了 是你们不珍惜 沈大宝连忙拉住了朱军 我的好哥哥 你先别走啊 这些绸缎 是当弟弟的一些心意 你千万收下 对 朱兄 你要是还把我们当兄弟 就千万别客气 说着他又对掌柜道 在家一辈 现在马上送去吴王府 仗记我头上 你们俩这是做什么 朱军心中暗笑 面上却道 贿赂我 兄弟之间人情往来 怎么能说贿赂呢 沈大宝道 这是咱们兄弟情谊最好的见证 菜瓜二人 推着朱军往聚保楼走 刚才是兄弟失言了 一会儿 我给你敬酒赔罪 不喝酒 我要回府了 朱军死活都不肯去 这一下 两人心里就更犯嘀咕了 以前朱军听到喝酒 眼睛都冒光的那种 现在居然避之不及 难不成 真的有大事 要发生了 让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疯子 也要独善其身 六爷 看在咱们多年兄弟情谊的份上 咱们有什么话 先回去保楼再说 菜贯道 是啊 六爷 沈大宝道 到时候 我把我那只红将军送给你 红将军是他养的一只大红公鸡 屡战屡胜 朱军以前最是眼馋 当真 朱军眼睛一亮 玄机有些迟疑 算了算了 我还是回府 我现在 就派人去取银子 再把红将军送来 沈大宝也是下血本了 你们不是不信 信信信 两人不住地点头 先回去再说吧 朱军长叹一声 也罢 看在昔日的情分上 回去再说吧 两人对视一眼 竟起起松了口气 回到聚宝楼 二人凑在朱军的身边 六眼 您就点拨点拨 朱军喝着茶 起先并不说话 直到红将军和银子柏 在他的面前 他才探声道 行了 别催了 我方才一直在想 该怎么说 这样吧 那我就先说说 大宝家的事情 您说 沈大宝凑到朱军的跟前 我接下来说的话 是道听途说 从哪听说的 你们别问 我也不能说 说了 本王也要倒霉 要不是念 在我们兄弟情义 我是万万不会冒险过来的 朱军道 你们沈家 不是在帮朝廷 修建应天城墙 是啊 这有问题 沈大宝就没道 我爹跟陛下说好了 修建应天三分之一的城墙 而且 不日就要修建好了 哎 你沈家要有大麻烦了 朱军道 我父皇督造的城墙 迄今还没有完工 而你沈家的城墙 就已经要督造好了 无论是施工速度 还是用料 甚至都超过了朝廷修建的 你让我父皇的联王哪个 沈大宝愣在了那里 旋即就听朱军继续道 你爹也是个爱国商人 资助朝廷修建城墙 这本是好事 可惜啊 当初你爹还跟我父皇打了个赌 赌谁的城墙修得好 修得快 你爹好胜心强 殊不知 这是取死之道 沈大宝听到这话 额头上已经布满了冷汗 朱军一把勾住他的脖子 将嘴凑到了他的耳边 压着声音小声的道 你想想我父皇 爱民如此 可是对奸商是最恨的 这些年被包皮田草的奸商还少吗 莫不是你爹嫌自己兵太长了 先别说输赢 哪有人敢赢过陛下 你这不是老寿星上调 找死 而且 你沈家做死的 还不止这一件事 好好想吧你 朱军推开了沈大宝 沈大宝一屁股坐在一旁的躺椅上 面无血色 而方才朱军跟沈大宝说的悄悄话 蔡冠也是莫听清 但是 看沈大宝那一脸害怕的样子 他心也跟着沉了下去 六 六爷 您跟大宝说了啥 说什么你别管 我现在 来说说你家的事情 朱军看着蔡冠 一脸的惋惜 蔡冠竟然从朱军的眼中 看到了怜悯 他一个疯子 为什么要怜悯自己 朱军起身 勾住了蔡冠的肩膀 走到了一边 小声的道 方才我说了沈家修建城墙的事情 你蔡家也同样逃不脱关系 可惜蔡尚书也是个好官 怕是离告牢也不远了 六爷 您别吓我了 吓你 朱军哼了一声 沈万千都造的城墙 马上就要完工了 一副青都造的 却还远远没有完工 不仅建造质量不如沈家 就连速度也跟不上 朝廷难道 还不如一个沈家 你别告诉我 你爹没有在里面中饱私呢 我可不相信 没有 我爹绝对没有贪磨一分钱 没有个屁 你这重发骗骗 别人就行了 可到时候输赢结果出来 我父皇大发雷霆 肯定会问责 说不定 还要让人去查根问底 大叶律说得很清楚 贪磨一两银子 隔职茶半 贪磨十两银子 抄家 十两银子以上 包皮填草 你可要想清楚了 落落我父皇的面子 后果是什么 我父皇这个人 可是最恨贪官于利了 动起手来 可不会管你是谁 菜官背后 已经被冷汉给浸湿了 大叶帝这一块的 却是非常严厉 近些年来 不知道有多少贪官 被斩首抄家 朱军不过是个疯子 他哪里懂这些 肯定是听到了别人说什么 然后才过来通风报信 但是 朱军对银子末概念 也不是个贪财的人 他张口就要一万两 是了 他背后肯定有人受益他这么做 那么到底是谁呢 菜官不由地 想起那个威严的身影 一时奸气喘如牛 汗流加倍 甚至脚软地立不出身子 连想起朱军三肩其口 莫不是有意味之 不一定要那位告诉朱军 也许是他跟别人谈话 无意间被朱军听去 然后借朱军之口 来敲打他们 菜官心中五味杂陈 恐惧和慌张 占据了心扉 他拿出欠条 手都有些哆嗦 然后荡着朱军的面 将欠条撕得粉碎 玄机拱手道 谢六爷提点 大恩不言谢 第十章 灵金买马 见菜官撕毁欠条 朱军心中也是暗笑 这家伙 天天便驻法 引导前身斗鸡遛狗 将大把大把的银子 输得干净 要不然 就算前身再封 以朝廷的碎贡 那也能过得有滋有润 何至于天天让府兵 喝粥吃咸菜 算不上提点 反正我也是道听徒说 朱军道 虽然不知道真假 但是我这两天琢磨了一下 也是越想越怕 菜官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恨不得马上跑回家 跟父亲商量这件事 不是什么大事 但兄弟 还是要谢谢六爷了 菜官拱拱手 也没有在朱军面前露怯 朱军心中冷笑 这狗东西还挺能装 旋即便拉着他的手道 行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喝酒吧 今天咱们不醉不归 啊 六爷 今天兄弟 怕是不能跟你喝酒了 为何 我母亲病了 哦 那是不能喝酒 兄弟今天失陪了 等我母亲好了 再陪六爷子一场 说住 就匆匆离开了 沈大宝也是害怕 也想离开 但是被朱军缠着不肯走 要不是他又拿了两千两出来 朱军都不肯放过他 六爷 您拿着这五千两 自己去斗鸡场玩 有我的红将军 肯定大杀四方 那剩下的五千两呢 三天内送过来 沈大宝现在也懒得跟朱军纠缠 那五千两银子 他有的是办法赖掉 至于朱军手里的五千两 以后让他连本带立地吐出来 给我写个欠条 亲兄弟明算账 朱军道 沈大宝也是没办法 匆匆写了个欠条 就走了 看着五千两雪花银 朱军大笑起来 连忙把牛五六二人叫了进来 看着箱子里的文银 牛五六眼睛都直了 殿下 这是 咱们的银子 朱军双手插腰 把这些银子扛回家 咱们以后有钱了 清和担忧不已 殿下 这些银子是不是您问他们借的 朱军刮了刮他的鼻子 当然不是 这是他们两个孝敬我的 还有五千两银子莫到账 总之 以后咱们府上不会缺银子了 清和有些不幸 朱军从来都是指出不尽 什么时候能进这么多的银子了 但是见朱军高兴的样子 也不好继续问 随即 朱军让聚保罗的小司 找了一辆马车 嗯 又没给赏银 回到吴王府后 府兵过来搬运银子 都惊呆了 一个个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朱军从里面 拿出积定五十两个的银子 一人一个 都拿着 这几年尾时 辛苦你们了 从今以后 本王绝对不会亏待你们 沉甸甸的银子拿在手里 众人都觉得不真实 这 行了 其他的都搬进府库 朱军走进府底 感觉腰板都硬了 少爷 这红将军 是不是还要找个专门的训养师 清和忐忑地说道 要不然 我来为他 现在请一个训养师好贵 不用了 杀了煲汤 朱军道 这红将军天天钱价 肉质紧实 味道肯定很好 清和都愣住了 您要杀了 红将军煲汤 不行吗 朱军道 斗鸡是消遣 本王为了斗鸡 连府底都差点输没了 痛定思痛 以后再也不斗鸡了 您确定 那还能有假 清和红着眼睛 双手合十 老天保佑 殿下总算长大了 不过殿下 杀了煲汤太浪费了 这红将军百战百胜 能卖不少银子呢 朱军哈哈大笑 得尴尬起来 不行 他好不容易才巴结上老朱 给大宝弄了个太子半读 要是因为自己功亏一篑 那就真的赔了夫人又折兵 虽然还不知道 自己哪里错了 只能现在弥补 等事后去问蔡文 想到这里 沈万千连忙道 大业能有陛下这样的千古圣君 实在是草民的幸运 这一次 太子代替陛下寻编 草民愿意出资 让陛下犒赏三军 他什么都不多 就是银子多 能用银子解决的事情 那都不叫事 而且 老朱修建城墙 花费巨资 再加上这两年有烙灾 朝廷赈灾耗费也很多 必然国库空虚 太子代天寻编 没有银子犒赏三军 肯定不合适 他这么说 必然正中老朱下怀 然而 此话一出 朱远璋酒也不喝了 脸色也顿时沉了下来 一旁的蔡文海 莫反应过来 朱远璋便怒摔酒杯 沈万千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善意国事 其罪当桌 沈万千脸色瞬间煞白 膝盖一软 就跪在了地上 沈万千善意国事 为父不仁 让尹天府引过来 把沈万千扣下去 严刑审讯 咱听说 他在陈汉和大洲均有生意 三道通吃 说不定在三方多挂了职 一定要好好审 若查实了 抄家灭祖 绝不姑息 朱远璋声音不带丝毫感情 原本看在他捐了这么多银子的份上 再加上他输了赌约 也就罢了 免得旁人说他老朱输不起 而他竟然还盯上了寻边 太子朱玉 是他的逆龄 这很让他怀疑沈万千的橙色 沈万千脑瓜子嗡嗡作响 陛下 草民声是大业人 死是大业鬼啊 绝非细作 蔡上说 救救我 蔡文也是头皮发麻 这好好的 怎么就这样了 陛下 这件事必然有误会 蔡文刚开口 朱远璋便怒声打断 你这吃里巴外的东西 咱给了你这么多银子 发动了二十多万人 你都没有修建好城墙 你还有脸在这里说话 咱这辈子 最恨的就是贪官于利 说住 朱远璋火气冲冲地道 摘了蔡文的管帽 下大狱 送进大理寺 让大理寺清理事录 狠狠给咱审讯 蔡文大脑一片空白 脚一软 直接跌坐在地上 陛下 臣冤枉哪 蛇鼠一窝 你冤枉个屁 朱远璋一甩袖子 冷着脸离开 王狗看着两人 暗暗摇头 这两个货 真是每一句话 都戳中了皇帝的痛点 真是活该 随后 蔡文被拱卫斯的人 摘出了官帽 一个送去了大理寺 一个押送至应天府大牢 拱卫斯的人 也倾巢出洞 而此时 蔡冠正焦急地在家里等候 祈祷 他没想到 沈家修建的城墙 今天就竣工了 更要命的是 他爹进宫禀告了 至今未回 他心中越发地不安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 玄机府内击飞狗跳 并且伴随着哀求声 和女眷的哭声 他连忙打开出房门 便看到拱卫斯的人 正在抓捕蔡府的家眷 拱卫斯 是统侠一栏司 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 权力很大 一般他们出面 那必然是经过了皇帝 或者太子的允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还不等蔡冠反应过来 便听到拱卫斯一个将军道 蔡文和沈万千勾连贪末 最该问斩 反感反抗者 格杀勿论 听到这话 蔡冠下的魂飞天外 中了 全都被诛疯子 给说中了 他依靠在门上 浑身的力气 瞬间被抽干了 完了 这下全完了 而另一边的沈家 也没好到哪里去 沈大宝得知 沈万千交付城墙 更是在家下的浑身 不住地发抖 拱卫斯上门的时候 他差点没下尿了 必然能活下来 我在外面 还藏了三十万两银子 还有百间铺子 几百请的田母 这些都可以给六爷 不论六爷能否救我们父子 我沈万千 都铭记大恩 但是万岁爷觉得 小人跟蔡尚书勾连贪磨 实乃无辜 若要救我们父子 还需要洗清 我跟蔡尚书之间关系 沈万千提醒道 三十万两银子 朱军心里都骂开了 他就知道 狡兔三窟 这家伙太有钱了 三十万两够吗 朱军皱起眉头 你修建城墙 就花了百万两 我这里还藏了十万两 都一并给你了 沈大宝生怕朱军不帮忙 急忙道 少是少了点 我尽量吧 朱军道 你们动作要快些了 至于菜冠那边 我会去想办法 那都是我的兄弟 我这个做哥哥的 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 我的兄弟落难 听到这话 沈大宝感动得不行 想起他已 前往死里坑朱军 就恨不得给自己鸡巴掌 等这次出去后 谁坑朱军 他就跟谁过不去 大宝 老沈 你们等我消息 朱军从怀里拿出几个白面 磨磨射进了沈大宝的手里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平日里这等白面磨磨 沈大宝都是用来喂狗的 此刻吃在嘴里 却说不出的香 真好吃 唉 还是朱疯子有情义 沈万千躺在地上 说道 不过 这么看 朱疯子 背后应该有人 谁啊 沈大宝问道 谁能帮我们 就是谁 沈万千分析道 朱疯子虽然有情义 但是头脑简单 这种人情事故 他怎么可能理清楚 他去聚保楼找到你 说完你爹我 就被抓了 这未免也太巧了 朱疯子要是有这种头脑 早就手握兵权了 何至于此 爹 你是说 有人怂恿 六爷过来找我们 对 沈万千道 应该是他了 谁 沈大宝问道 四爷 爷王 沈万千道 沈大宝皱起眉头 不解道 为什么 因为咱们家太有钱了 沈万千苦笑道 谁都想上来咬一口 六爷鲁莽 但是心思单纯 因此与他如粪土一般 所以 必然是有人利用六爷的单纯 那咱们出去后 要向四爷表忠心 愚蠢 太子大权在握 怀惜将领哪个不听他的 沈万千道 就当不知道 继续交好六爷 等六爷把银子送到太子爷手上 咱们顺势巴结太子不好吗 太子可比万岁要温和多了 只要咱们对六爷好 太子必然不会针对我们家 爹 你说的有道理 沈大宝点点头 心中已经没有那么害怕了 既然他们都想捞好处 那咱们就撒钱 对了 能用银子解决的麻烦 都是小事 萧静之前 朱军回到了吴王府 一想到即将获得一笔巨款 他就心潮澎湃 那可是四十万两 二十年的岁工 足够他潇洒很久了 有钱大丈夫 无钱不成夫 就算他是王爷 也是一样 淡定 一定要淡定 钱还没有拿到手上 先别高兴得太早 一旁的清禾见 朱军正魔高兴 正想开口说话 朱军一把抱住了清禾 在阴唇上重重地亲了一口 乖乖小清禾 你家殿下 要发了 清禾顿时羞得面红耳赤 脑瓜子一片空白 双手搅在一起 指节都捏得发白 走 睡觉 朱军拉着清禾回房 抱着香喷喷的小侍女 呼呼大睡起来 第二天 天还没大亮 寻步三就 快步冲进了房间 殿 殿下 出事了 朱军被惊醒 玄机大骂 狗东西 大清早的 你嚷嚷什么 后门有好多箱子 玄 还有人留了一封信 寻步三拿出信封递了过 朱军顿时清醒过来 检查了一下信封的火器 完好无物才拆开 看着信中的内容 朱军心花怒放 大笑了起来 发了发了 这下真的发了 说着 他光着脚就冲了出去 寻步三抓起衣服鞋子 就追了上去 六爷 今天翔霜 可冷了 快穿衣服 寻步三心累 自打六爷挨了打后 就变得更古怪了 以前还能摸清楚他的脉络 现在是半点都看不懂了 寻步三好不容易追上了朱军 就看到 他趴在那些大箱子上 不住的怪笑 第十五章 虫挖祖坟 箱子背上了锁 想打开不容易 朱军细数了一下 足有十个大箱子 他连忙让寻步三叫人 把这些大箱子 抬进服裤 然后提着榔头就走了进去 还不许别人进来 寻步三好奇的不行 又不敢偷看 只听到里面传来数声 金铁碰撞的声音 旋即便是朱军甚人的笑声 结结结 发了 真的发了 朱军看着那一排排马放整齐的金银 还有一些珍贵的首饰 以及铁母地气 狗大户 可真有银子 他不认为这是沈家的全部 以沈万千的性子 必然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趟浑水 他肯定不会去趟 把银子捞回来才最重要 这些年 他被沈大宝坑的银子 没有十万也有八万 他这只是连本带利拿回来而已 牛五六还在天牢里时刻监控着 晾一晾他们 看看还能不能继续炸出油来 至于蔡文父子 应天成这么大的工程 动用了二十万利夫 要说莫贪莫 鬼性 但那不是他能够染指的 而且 他要是路头 很难不被发现 做人不要太贪心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低调做人 低调享受 合上箱子 朱军锁上了府库的门 丢了一大钉银子给寻步三 你去燕王府问问 我四哥那边 有没有什么进展 寻步三接住银子 也不敢多问 生怕挨打 揣着银子就离府了 朱军也不会把所有希望 都放在朱军的身上 想了想 他让清禾备了一份礼物 准备去信国公府 而此时 奉天殿中 朱远璋召来了应天府 以蒙端和大理寺清理事录 询问审讯结果 都交代了吗 不肯招 蒙端道 陛下 那沈万千说 他们沈家虽然钱财万贯 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 对不起大业的事情 说今日杀了他们沈家 日后那里还有商谷 赶来大业做生意 虽是狡辩 可沈万千到底是应天第一首富 朱远璋放下笔 冷声道 没有沈万千 还有刘万千 咱放出风声去 有的是人来做大业的皇商 咱最关心的 是沈家有没有跟外部勾连 任何不利于太子的事情 都要扼杀 还有蔡文 跟沈万千关系颇好 有没有参与进这个事情里面 也要查清楚 宁可错杀 不可放过 两人静若寒蝉 一时间静不知该说什么 下去吧 咱给你们七天时间 七天后 必须给咱一个答复 朱远璋很不满意他们的办事效率 两人下去后 朱远璋召来了拱卫司首领 杨仙 杨仙是朱远璋比较气重的心腹重臣 拱卫司是朱远璋让杨 先祖建的 而拱卫司隶属于五军都督府 说白了 就是皇帝清军 也是眼线 满朝文武都在拱卫司的监督之下 臣 参见陛下 朱远璋笑了笑 起来吧 谢陛下 老六那边怎么样 朱远璋问道 回陛下 六爷去找四爷帮忙了 杨仙如实回道 哼 他倒是聪明 居然知道去找老四 朱远璋冷笑一声 老四怎么说 不知 似乎有要帮忙的意思 告诉老四 不许帮他 朱远璋起身 双手背负 这不成才的东西 不给他来一次狠的 不尝记性 还有 咱让你查的事情 查得怎么样了 暂时还没查到 根据下面人回报 六爷从斗机场出来后 就进了赌场 然后就不知去向 随后 便被徐姑娘 从祖坟里挖了出来 哼 不管是谁 敢算计咱的孩子 一定不能放过 朱远璋此时 也冷静了下来 就朱军那狗脑子 能神不知 鬼不觉地挖穿 徐家的祖坟 简直是笑话 虽然朱军有疯病 但那也不是 他们包藏祸心的理由 昨天太子还回了信 交代他要看好老六 要是回来知道这件事 还不跟他闹 是 陛下 那不成器的 现在在做什么 六爷备了礼物 去信国公府了 朱远璋也是一愣 这疯子 竟知道代理登能 要臣继续监视吗 不用了 过去看看 朱远璋换了一身 长服出了宫 而此时 朱军提着礼物 来到了信国公府 只不过 却是连府门都莫能进去 徐妙锦堵着门 冷着脸 不让朱军进门 你来做甚 这里不欢迎你 要不是为了自己小命 朱军才不过来 这母老虎 空有一副好皮囊 却比母老虎还彪悍 夫人 我泰山大人在吗 朱军前笑道 我这次过来是陪礼的 你永远消失在我眼前 就算是陪礼了 他飞快地跑出去迎接 陈参见陛下 朱远璋笑着 拉住徐敬达的手 天得 咱还是喜欢听 你叫咱大哥 徐敬达连忙道 长幼有序 君臣有别 陛下还记得咱们的情谊 陈就满足了 你呀 就是太谨慎了 跟了咱这么多年 还是一点没变 朱远璋不由叹了口气 要是博人还 在就好了 咱有些想他了 可惜 他命不好啊 已故的开评 王长博人 是朱远璋心里的痛 要不然 说不定早就一桶中原了 是啊 无人兄要是在就好了 徐敬达也叹了口气 想起了那个豪爽 有勇有谋的汉子 二人坐在梁亭 朱远璋转移了话题 咱听刘基说 你祖坟要签 是 风水破了 正在找地方 等吉月签移 别找了 进黄陵吧 到时候在咱黄陵旁 选一个好地方 朱远璋拍拍他的手 陛下 这使不得 就这么说定了 朱远璋不容反驳道 到时候就让刘基去 选个风水宝地 以后也葬咱身边 咱们搁几个下去了 也可以一起作伴 徐敬达很清楚 这是朱军掘墓的补偿 思索片刻 拱手道 纳臣恭敬不如从命了 朱远璋笑了笑 咱那个不成器的东西 过来了吗 六爷方才来过 不过被陈家那姑娘 给拦住了 请陛下恕罪 朱远璋毫不在意地 摆摆手 那不成器的东西 就得这么治 他有风病 皇后跟太子就由着他 结果成了应天手害 妙景很好 能治得住他 咱心里高兴得很 以后也要这样管他 不听话就揍 揍不死就往死里揍 把他管得服服贴贴地猜好 文言 徐敬达心彻 底沉了下去 他就知道 老朱过来 不单单是为了签坟这么简单 这番话是告诉他 退婚的事情就别想了 板上钉钉的事情 别想着改了 老朱是个讲理的人 可有互端 这说明 他肯定查到了什么 或许 这件事跟朱疯子 兴许没有太大的关系 要不然 他不会这么说 徐敬达甘笑一声 那丫头下手没轻没重 打坏了可不好 管着才好 免得他不是斗鸡 就是赌博 上次他就是从赌场出来 就去了你家祖坟 朱远章喝了一口茶 也不知道那赌场背后的人是谁 可让咱一顿好茶 那些人就像是提前收到了消息一样 让拱卫斯的人扑了个空 在应天 咱的眼皮子下 还有人敢怎么做 你说那些人 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该杀 徐敬达道 是该杀 可也不该乱杀才是 这件事有的头疼了 告诉妙警 以后要是那不成器的东西 去赌场 就打断他的手 去斗鸡 都打断他的脚 出了事 咱斗爹 行了 咱还有事 先走了 再有几天 太子就要回来了 到时候 留下一大堆事情 太子又要说咱偷懒了 朱远章放下茶杯说道 成功送陛下 朱远章来得快 去得也快 徐敬达回府后 脸色特别特别难看 老朱特意说赌场 是什么意思 陷害朱军的人 就是赌场背后的人 而徐家下面 就有赌场 第十七章 那就分个彻底 拱卫斯就是皇帝的眼睛 手 和刀 爪牙遍布应天 各家有什么产业 朱远章估计也很清楚 比如他家 就有赌场 他不缺银子 这么做 也是为了留点把柄 他功劳太大了 不做点坏事 皇帝怎么敢用 去把老三给我叫来 徐达说道 他有四子 分别是长子徐献忠 二子徐献锐 三子徐天兽 四子徐天勇 其中三子徐天兽 管家中的赌场 未应天府八海之一 这也是徐达有意 受益未知 一个赌场 还不足以当把柄 可如果加上一个祸害儿子 就够了 很快 徐天兽回到信国公府 爹 您找我 过来 跪下 徐天兽缩了缩脖子 有些紧张 可面对父亲 还是老老实实跪下 爹 我最近没犯错 我知道 我问你件事 徐靖达盯着他 你要如实说 要不然 小心老子的马鞭 徐天兽咽了口唾沫 爹 您说就是了 我问你 三天前 朱疯子可到咱们家的赌场 闻言 徐天兽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玄机又很快消失 我不清楚 三天前我在燕王府 莫听下人汇报 你确定 我很确定 若爹不信 我可以让燕王为我作证 徐天兽道 老子早就警告过你 让你不要跟燕王走得太近 你为什么不听 徐靖达火冒三丈 燕王有真谓的心思 你难道不知道 爹 燕王李先下士 把我当成兄弟 住口 徐靖达猛然起身 快步走过去 关上了书房门 玄机压着声音骂道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当燕王的兄弟 爹 可是他也是咱的大姐夫 徐天兽低着脑袋 问声问气地道 想让我不占燕王 除非您让燕王 休了咱们大姐 你 徐靖达气得直瞪眼 可玄机又颇为无奈地坐了下来 他的大女儿 徐妙云 被许给了朱迪 要是朱迪庸碌一生 倒也是个好姻缘 可朱迪头脚争容 他与朱迪喝了这么多酒 怎么会感受不出来 自己这个大女婿心中有意 但是他不敢说啊 只能约束自己的儿子 爹 说句难听的 太子如此英明 大姐夫就算争 也不可能争得过的 徐天福分析道 陛下还春秋鼎盛 就已经把自己的班底 交给了太子 就算太子现在穿龙袍 坐在那位置上 陛下恐怕不仅不会怪罪 还会笑呵呵地善让 您说您 有什么好担心的 徐静达摇摇头 算了 老子现在不跟你扯这个 你确定朱疯子 没到咱们家赌场 我都说了 不清楚 再说了 那朱疯子 来咱们赌场除了借钱 还能作甚 这几年 借咱家的银子 没有一万两 也有八千两了 你少给老子打马虎眼 朱疯子进了赌场 就去咱们家挖祖坟了 你去赌场问清楚 若去的不是咱们家赌场 也就罢了 要是他真的来过 就有大麻烦了 徐天寿献徐静达神情严肃 咽了咽口水 爹 你怎么知道 他先去的赌场 徐静达指了指头顶 那位方才特地跑过来说的 徐天寿浑身一颤 心中有些惧怕 陛下 徐静达点点头 总之你快去问 要是他真来过 给我查清楚 到底是谁在咱们家赌场 做了手奖 对皇子动手 还设计咱们家 那位就算是绝地三尺 也不会轻易放过 徐天寿连忙道 知道了爹 我这就去查清楚 走出书房 徐天寿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果真查到赌场这一块了 原本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却没想到 在朱疯子那边出了纰漏 这一下倒是麻烦了 不过 他面上不敢露出分口 加快速度离开了家 朱军讨了个没去之后 回到王府 寻步三也已经从燕王府回来了 狗东西 我四哥那边怎么说 朱军问道 殿下 四爷说再等两天 他已经派人去查了 寻步三苦笑道 两天是几天 狗东西 你就不能问准确一点 七天内 本王要是不能自证清白 本王第一个拿你开刀 朱军道 寻步三苦助脸道 就算殿下要杀了奴婢 奴婢也认了 反正殿下百年后 奴婢也要陪葬 哼 你倒是忠心 朱军冷笑一声 也冷静了下来 他现在要人默人 再加上名声狼藉 狗看了都嫌 虽说三天前 为了保守起线 他写了一封信 加急送去了朱裕那边 可大业交通不发达 一来一回 少说也要十天半个月 聊胜于无 朱迪说帮忙 也默个准信 徐家人也不配合 他已经被逼到了绝境 靠 老子都要莫命了 还循规蹈矩作甚 朱军重重拍了拍桌子 去 悬赏征集线索 凡能提供本王三天前 踪迹的有效线索 小线索千两一条 大线索五千两 确认无误后 当场给银子 循步三都摸不住头脑 殿下 您到底想悬赏什么线索呀 还有 您到底又犯了什么错 要自证清白 三天了 他都没弄清楚 朱军犯了什么错 问也不说 见循步三一脸迷茫 朱军在戏观查了一会儿 不像是装的 如果循步三不知道 他犯了什么事 那说明 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 便可以相信 你别管犯了什么事 你去我以前常去的那些地方 把悬赏挂出去 本王要线索 朱军道 殿下 可是咱们王府 哪来的这么多银两 循步三苦着脸道 朱军让府兵 从府库里搬了一个大箱子出来 打开之后 里面的金银 几乎闪下了循步三的眼睛 哎哟 殿下 您哪来的这么多银子 循步三都惊呆了 你拉着这些银两出去挂悬赏 本王就不相信 他们能扛得住这种诱惑 朱军哼了一声 反正前身是疯子 疯一点也没什么 不仅要疯 还要疯得彻底一点 京城现在 不是还有很多灾民 挑一些年轻的 越多越好 咱们吴王府收了 第十八章 又高又妙 殿下 您收这些灾民作甚 让你收就收 那么多废话作甚 朱军说道 记住了 要年轻的 老的不要 要是碰上十来岁 机灵的 也可以收回来 咱们吴王府可以培养 那些水灵的小姑娘 都买回来 咱们吴王府人太少了 手脚灵活的老妈子 也要饥个 手艺要好 最后 你要是敢从这箱子里 拿一钉银子 我就砍了你的脑袋 朱军一脚 揣在了寻步三的屁股上 寻步三撅着钉 是是是 奴婢这就去 他也认出了这些箱子 清早放在王府后门 虽然不知道 朱军是从哪里搞来的 但寻步三知道 吴王府有银子了 虽然还是很败家 但最起码知道 王家里搂人了 总好过一个劲儿的 往外送吧 老天爷 您可真是开了眼了 咱们吴王府 可算是看到 点盘头了 寻步三搞来了驴车 让府兵户送离开 很快 朱疯子千两悬赏 自己行踪线索的事情 就在应天传开了 若有重大线索 五千两 若是有完整的线索踪迹 直接万两 原本还有人不信 当寻步三将满灯灯的 金银倒出来后 蛀石惊呆了众人 他们也知道 朱疯子又在发疯 朱疯子就是朱疯子 简直银子多得墨地儿花了 自己去过哪儿不知道吗 估计又犯病了 整个应天府议论纷纷 消息随即传进了朱疯的耳中 他不禁眯起了眼睛 这疯子 竟然知道悬赏线索 果真 蝼蚁尚且偷生 何况人呼 黑衣和尚笑着道 无妨 查不到我们头上 就算他们查到了赌场 那又如何 难不成徐静达还会怀疑自己的儿子 朱疯手指白子 落在了棋盘之上 高 黑衣和尚笑着道 不是高 是人心 正好父皇派人过来 让我不要管 这样一来 就把我给撇前进了 只是可惜了 朱疯脑海中 闪过徐妙景秀丽的容貌 当年他最想娶的人 是徐妙景 而不是徐妙云 徐妙云是庶长女 而徐妙景是嫡女 虽然当时徐妙景尚未急急 可常年习武 出落得亭亭玉立 英姿飒爽 现在更是胜过他姐姐 没什么好可惜的 女人不过是顺带之物 黑衣和尚淡淡道 朱疯子写信送去了边关 太子收到后 不日就会回来 太子对朱疯子的疼爱 世人皆知 焦急行路 要是坠马 或者日夜兼程 害了病 也是顺理成章 要是太子出了事 以陛下的性子 不管是谁 都要受到牵连 更何况 一个无法自证清白的疯子 殿下觉得呢 又高又妙 朱疑心跳陡然加速 要沉住气 越是这个关头 就越是不能自乱阵脚 秦王和晋王 还在一旁虎视眈眈 黑衣和尚提醒道 朱疑点点头 而此时 奉天殿内 朱远章也收到了消息 他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他哪来的这么多银子 杨仙也是一脸尴尬 陈马上派人去查 这是要把咱的脸给丢尽了 朱远章也是又气又无奈 在京城悬赏他自己的行踪 这不就等于脱了裤子放屁 朱军师作秀给自己看吗 想用这种手段 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揉了揉发胀的脑袋 他英明一世 居然生出这么个纯实 就在这时 太监通报 陛下 又想来了 这么晚了 他召集在暗读上 宣 宣 宣李善人 敬见 很快 李善人便进来了 李善人跟了朱远章十几年 是心腹之一 现在更是任右相 乃百官之首 至于左相 这些年一直悬而未绝 也是朱远章有意未知 臣参见陛下 李善人跪下行礼后 还不等朱远章说平身 便起来了 朱远章眼皮一跳 并没有说什么 连忙让人刺座 开口道 百师 这么晚了 玄进宫作甚 难道又是有奏折落在宫里了 李善人坐下后 拱手道 陈进宫 不是因为奏折的事情 陈斗胆 敢问陛下 当如何给蔡文定罪 这件事 李氏鲁再审 李氏鲁为证三品 蔡文一试证三品 应有同级相审的道理 李善人道 陈已经去了大理寺 审问过蔡文 这件事 他虽然有错 却并不至于下大狱 更不至死 无非是都宫的速度慢了些 可慢宫出细活 虽然蒸发了二十万里 夫 可是墙砖是个地发来的 常有损坏 若是让各地重发 不仅耗费巨资 还慢 所以蔡文屡次找到陈伯款 在京城就近制作 那审问千身家巨万 为了迎陛下 提价收购 以至于一砖难求 工部支出 更是增加了三成不止 况且 金师城墙 本就是大工程 如果这都慢 那胡参之正式 岂不是更慢了 自省五二年 胡参之正式独工兼造皇宫来 这都快七年了 也不过修建了奉天殿 和一众小殿 将将修出了各大轮廓 每日近来 都是尘土飞扬 这难道不算懒政吗 不仅如此 耗费更是巨资 一方大专 居然要三十六文 修建皇宫 何止千万 朱远章背对地说不出话来 陛下四十岁 在应天称帝 今年是神武九年 明年便是神武十年 乃陛下五十生辰 难道陛下大寿 要在漫天灰尘中度过 李善人言辞犀利道 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幼香 迟迟不生 也就罢了 可近来胡国庸风头正盛 甚至有传言 说陛下要提拔他当左相 谣言传出来后 他的嫡系官员 蔡文就被吓大狱了 一时间 朝堂谣言满天飞 胡国庸当更是嚣张 竟不把他这个幼香放在眼中 他心中虽然着急 可也沉得住气 这几天来 他就当做什么也不知道 任凭胡国庸出招 可今天 他实在是受不了了 那依你所见 咱该如何处置这蔡文 李善人拱手道 陛下 蔡文有小错 罚奉路 闭门撕过都可以 下大狱就过了 若是传出去 日后还有谁敢认真办事 所以陈斗胆 将蔡文 释放回家 至于那沈家 为父不仁 李一荡灭族 第十九章 账本欧 你的意思把蔡文放了 朱远章脸色一变 锐利的眼神 犹如刀锋一样 刺得李善人不敢与之对视 陈没有 只是觉得蔡文太过无辜 小成即可 下大狱太过了 李善人道 这些年灾害 接二连三 国库空虚 支出的每一分银两 都有据可查 蔡文断无贪末的可能 请陛下明察 朱远章冷笑一声 将账本丢在了李善人的面前 那你告诉咱 这是什么 李善人捡起账本 眼中闪过一丝惊骇 这 这是哪来的账本 哪来的你别管 咱让人核对了账本 结果修建应天城墙这些年 每年都有银子对不上账 你自己看看 数额竟高达几万两 这些银子 不是他蔡文贪末 难道是咱贪末的吗 朱远章压抑的怒火 在奉天殿回荡 李善人额头顿时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这账本 到底是谁给皇帝的 咱自问 对你们不薄了 前些年你们说奉路太少了 咱接连 两次给你们加奉 可到头来咱得到的是什么 朱远章最恨的 就是贪官余利 被包皮填草的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 可依就证不住这些纯实 陛下 这账本必然有问题 陈三日内 一定给陛下一个答复 百师 你是右乡 是咱最得力的帮手 以前是 现在同样是 朱远章道 咱的脾气 你也是最了解的 眼里柔布的沙子 给你们的 你们怎么用都行 不是你们的 谁敢碰 谁死 三天内 咱要是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 可别怪咱了 是 陛下 陈先告退了 李善人退出奉天殿 浑身已经被冷汗给尽湿了 他捏着账本 朱远章既然拿出了账本 那必然还有更多的账本 这账是谁算的 他想到了胡国庸 必然是他 这几天都没怎么出招 他还以为胡国庸既穷了 没想到 在这里等着他呢 胡国庸和他是同僚 更是同乡 二者同朝未官 他是右乡 按理说 应该一条心 可几年前 他跟胡国庸一起斗走了汪大洋后 胡国庸就变了 原本还 想与胡国庸联姻 但是后面直接不了了之了 李善人这才知道 自己上了胡国庸的大当 所以成了政敌 现在胡国庸拿捏住了把柄 要是这些银两 没有一个合适的说法 他这个百官之手 难辞其咎 心中焦急的李善人回到府中 茶饭不思 见状 大儿子李七开口道 今日京城发生了一桩有意思的事情 引来全程热议 其他人纷纷看了过来 还不等李七说完 妻子林安公主朱敬言辩道 你又要说老六的事情了 老六害了疯病 已经够可怜了 你这个当姐夫的 就不要笑他了 李七尴尬一笑 李善人猝起眉头 巫王又干了什么坏事吗 朱敬言尴尬一笑 连忙道 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就是 他把事情说了一遍 公爹 只是花了些银子 也莫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这一次 就不要再弹劾他了 朱敬言颇为心疼朱君 虽然来往的少 但是那孩子小时候 还是蛮乖巧听话 他不是已经把巫王府的东西都卖完了 哪来的这么多银子 李善人眯起了眼睛 确定有好几万两 是 就是这么传的 巫王的贴身太监 用驢车拉着金银 招摇过市 少说也有二三万两 李七道 王爷不像王爷 又败家又疯癫 这么下去 可怎么了的 碰 李善人猛地一拍桌子 站了起来 把李七吓了一跳 他连忙道 爹 孩儿不该非义巫王殿下 跟你没关系 老夫吃饱了 公主殿下 臣先退下了 李善人快步离开 留下众人面面相去 回到书房 李善人陷入了沉思之中 今年的碎贡 朱军早就败光了 卖家具 卖侍女 他都弹劾过几次了 还曾向皇帝 提过薛简吴王府碎贡 暗月发放 以免他出去胡闹 所以 他不可能突然拿出来 鸡万两银子 否则 他又何至于 去挖老丈人的祖坟 这事儿 朱远张藏得很好 但是对他这个 幼香而言 不是什么秘密 只是给皇帝留面子 不愿意抓着一个疯子不放 朱军和蔡文之子走得很近 尹为兄弟 有了 李善人眼中闪过一丝精芒 他知道 该怎么填这个窟窿了 而此时 朱军手里拿着一份线索参口 每一份线索 都标注了提供者的真实信息 三日前卯时末 本王出府 用时一刻走到了聚宝楼 中途还在旁边的茶馆 向子里撒尿 出来时 再让我们两兄妹 吃顿饱饭便可 礼急霸道 第21章 重要线索 小事 朱军这一次出门 吃穿喝都带了 还带了郎中把脉 要是身体有大病的 那万万不能收 或者那些害了风寒的 传染可是会死人的 谢大人 李吉霸连忙过去 将李新锐 从背后放下来 也就是那一撇 朱军道吸口凉气 乖乖 这么漂亮 难怪大周的狗官 要强抢他作妾了 他这会儿 倒是开始相信 李吉霸说的话了 没什么大碍 就是呃太久 身子太虚 再加上来了月魁 气血亏损的利害导致的 吃饱穿暖 一个月就能恢复了 郎中收回手说道 谢郎中 李吉霸彻底放松 旋即把自己的手 给了郎中 掐脉之后 郎中道 身体还不错 就是呃太久了 没什么大病 吃饱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你们能逃到大夜来 是你们的福气 我听说大周干旱 官拢那边颗粒无收 在这里最起码 朝廷还有阵级的周可以糊口 李吉霸没有说话 而是背上妹妹 站在了朱军的身后 这汉子倒是挺有意思 朱军指着一旁 去那边吃东西吧 我妹妹 朱军想了想 拖下了自己的大肠 盖在了李星蕊的身上 让他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你去盛一些粥 加些开水 他呃太久了 不能吃太浓稠的 不利于消化 不是朱军小气 这些灾民饿太久 吃太急会出问题 李吉霸深深看了朱军一眼 走过去盛了一碗粥 这粥很浓稠 筷子插入不倒 旁边还有专门发馍馍 和大饼的人 他盛了粥 正想喂给李星蕊 朱军接过他的碗 我来 你去吃 吃饱了才有力气 李吉霸眼中闪过一丝冷光 还以为朱军起了异样的心思 不过朱军眼神纯粹 没有丝毫的饮血 去啊 愣住坐肾 你不会以为我对你妹妹 有什么非分之想吧 朱军叹了口气 别想那么多 我对你妹妹 没有半点想法 李吉霸被戳穿心事 连忙道 我没这个意思 他成了一大碗粥 要了七八个魔 坐下后 便看到朱军在那里细心的魏李星蕊 而朱军之所以这么钱 当然是收买人心 他现在可用的人太少 就算招了人 想让他们卖命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李吉霸不错 是个人才 值得他李贤下士 李星蕊迷迷糊糊地看着朱军 只觉得眼前的人很是温柔 谢 谢谢您 别说话了 是吧 喂完了李星蕊 朱军转头就去忙活了 一直忙活到中午 一共招了九百多人 其中 青壮侍卫就有六百多人 老妈子 侍女七十多人 铁匠工匠木匠 还有十字的 也有几十人 剩下的都是附带的家属 这个人数 他还算满意 最起码 比那些老掉牙的府兵要好 走 回府 朱军带着众人回府 这才告诉他们 自己的身份 众人又是一阵惊叹 然后是跪了又跪 朱军说话勉励了一番 这才算完 看到破旧的吴王府 都不用朱军开口 那些工匠就自发地 开始修缮起来 侍卫也开始安家护院 他倒是好奇 仔细一看 却是李吉霸在统筹众人 他人高马大 比他们高出一劫 再加上朱军刚才的亲近之举 都意识到 李吉霸入了朱军的眼 所以 能从大灾大难活下来的 就没有蠢人 你辛苦了 王府的侍卫统领在 时还莫回来 就暂时先由你代管 是 殿下 李吉霸点点头 你应该十字吧 十字 本王挺好奇的 你有家传武艺 有十字 想必祖上也是有身份人 何至于此 家道中落 再加上我少不更事 一直在外学艺 等回家后 家产已经被亲戚吞并了 你莫说实话 朱军指着李吉霸道 但是没关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你来自关中也好 或者来自其他地方也好 只要你不是大鳄之辈 忠心办事 我一定庇佑你们兄妹俩 而且本王相信 真心才能换真心 朱军拍了拍李吉霸的肩膀 好好前 跟着本王 广阔天地 大有座位 殿下 你也不像他们传的那样 李吉霸道 其实 一开始 我就认出您了 哦 你认识我 朱军有些好奇 但是却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一步 你怎么可能会认识我 几天前 您从去保罗出来 还顺带丢了个鸡腿给我 要不是您那个鸡腿 我妹妹早饿死了 根本撑不到今天 朱军皱起了眉头 有这事 他盯着李吉霸 记忆中根本没有他的样子 突然 他脑海中闪过一些片段 旋即头疼欲裂 他紧皱着眉头 意识到 这是自己缺失的记忆片段 想到这里 他连忙追问道 我从去保罗出来后 去了哪 你可知道 李吉霸有些迟疑 这个 您真的记不起来了 你别管 你只需要告诉我 当时我出来后 去了哪 又做了哪些事情 您气急败坏地 从去保罗离开 然后就去了赌场 什么赌场 我不知道 只知道是城南的赌场 旁边还有个禁保罗 那是 徐家的赌场 朱军眯起了眼睛 具体时间 你可还知道 四天前 你确定 朱军眼中闪过一丝里芒 确定 好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 要跟着我 我想让您收留我 多给我一些吃的 哪怕是看家护眼 保护您 都可以 我什么时候 从赌场出来的 您进入赌场 约半个时辰就出来了 我一直站在门口守着 不过 您不是自己走出来的 而是被人抬出来的 是谁 不认识 也莫看清 李吉霸道 我追了上去 但是他们速度很快 眨眼的功夫 就没了影子 我背着心锐 太饿了 实在是莫力气追上去了 今天看到您 再结合传言 我就猜到了您的身份 朱军问道 为何不过来说线索 凭你说的线索 起码可以拿五千两银子 您给我一个鸡腿 救了我妹妹一命 我又怎么 有脸去拿您的银子 李吉霸咬牙道 其实 您是用这种方式 救济那些贫苦人 对吧 第二十二章 你瞧不起本王 这家伙 倒是挺有侠气 见他误会 朱军也没有否认 而是陈寅故作高深 达者奸计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以后你就明白了 李吉霸露出了然之色 果真跟他猜的一样 这王应该 是在藏庄 下去休息吧 明天一早跟本王去个地方 朱军回房 脸上不见喜色 赌场的负责人是徐天寿 他名义上的舅子 应天府八海之一 那一瞬间 他想了很多很多 莫非是徐家自导自演 又或者是徐妙景 不愿意嫁给他 所以故意 这种可能性很大 朱军眯起了眼睛 第二天一早 朱军让李吉霸 带着一帮人 来到了城南静宝楼喝早茶 哟 六爷 您来了 静宝楼的掌柜 十分热情地 把朱军迎了进去 天寿在吗 掌柜的叹了口气 还在万花楼默醒呢 这万花楼 是邓家的产业 魏国公邓于 地位可以跟徐静达 相提并论 只不过这两年 他身体一直不好 长子邓真 一直在宫里荡差 这万花楼 则是邓于家小儿子 邓奴所管 以前朱军还觉得 他们真是顽固 现在看 分明就是装给老朱看的 就大叶这些功勋 哪一个不是死人堆里出来的 孩子可以蠢 但是当顽固 万万不可能 去叫来 本王找他有事 得嘞 您上雅座 小的这就去请 朱军进到雅座 李吉霸道是挺中心的 手一直摁在刀柄上 很快 徐天寿就进来了 一同来的 还有邓奴 哟 太平奴也来了 见两人进来 朱军笑盈盈地打招呼 太平奴 是邓奴的小名 六爷 有两天末见着您了 邓奴笑着坐下 看到朱军身旁的李吉霸 哟 这是您行招的打兽 什么打兽 这是我新认识的兄弟 朱军就正道 旋即转头 看向徐天寿 大巴掌拍在了他的脸上 禽兽 我可想死了你 徐天寿的绰号 就叫禽兽 只不过 这会儿挨了一巴掌 他眼中闪过一丝凶光 六爷 您这是作甚 我前几天去你家赌场 支了多少银子 朱军问道 徐天寿眼中 闪过一丝惊讶 没来赌场 啪 朱军又是一巴掌 放屁 这一巴掌力道很大 把徐天寿都打懵了 一旁的邓奴 也是连忙起身 拉住了朱军 六爷 有话好说 好说个屁 瞧不起本王是不 朱军气呼呼地指着徐天寿 反手又是一巴掌 虽然我是你姐夫 但是亲兄弟明算账 我明明记得五天前 在你家赌场 支了一千两银子 你怎么说没有 你觉得本王莫银子 是穷鬼 还不上是不是 邓奴都蒙圈了 吵这么大气啊 徐天寿挨了三巴掌 脸都抹了 献朱军风言风语 更是火大 行 那你还银子吧 他话刚说完 就一把抓住了 朱军打来的手 还来 可下一秒 他就觉得 当步一阵剧痛 当时就夹腿窜了起来 眼珠都差点突出来 混账玩意 让你骗本王 本王最恨别人骗我 朱军缩回脚 愤怒地道 什么千两银子 分明就是五千两银子 你还不说实话 本王踹死你 快 快抱住他 又发疯了 徐天寿跪在地上 脸色煞白 要是再来一脚 他就要陷祖宗了 邓奴急忙抱住朱军 可下一秒 朱军一个肘击 差点没把他心跳给打停了 煞时间便松开了手 朱军又是一脚踹向了徐天寿 说 那天我出了赌场 跟我走的那两个人是谁 你要是说不出来 别怪我下狠手 我不再怎么知道 回答错误 朱军一把抽出里吉巴的佩刀 直接架在了徐天寿的脖子上 老实回答 本王生平最恨的就是瞧不起本王的人 锋利的刀刃机 抵在徐天寿的脖子上 吓得他直冒冷汗 邓奴吞了口唾沫 六爷 有话好好说 千万别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呸 朱军一口浓弹吐在了邓奴的脸上 他瞧不起本王 你也瞧不起本王 邓奴又惊又怒 擦了脸上的唾沫 差点没恶心思 六爷 出血了 悠着点 我这就把那两个人叫过来 您看行吗 徐天寿又急又气 他浑身武艺 要不是被朱军偷袭 何至于此 快些 本王要发飙了 朱军很清楚 问不可能问出来 只能见走偏锋 很快 徐天寿就叫来了两个小丝 李吉巴看了一眼后 摇摇头 他虽然没看太清楚两人的样子 但那两个人身材高大 根本不是这两个小丝能比的 六爷 人我叫来了 您看看 是不是可以放下刀 放屁 根本就不是他们两个人 好你个禽兽 本王把你当兄弟 你居然把本王当棒着 他手稍稍一用力 徐天寿疼地大叫起来 心中害怕的同时 又特别地紧张 他为什么会知道 五天前来过赌场 他找的那两个人是谁 莫非是把他带走的那两个 还是 他知道了什么 不 不可能 朱疯子头脑简单 怎么知道 就算他满世界的悬赏线索 但是这件事做得特别隐蔽 知道的就那两个 徐天寿让自己镇定下来 连忙又叫了两个人 可依旧没能让朱军满意 他心沉了下去 邓奴想要上前 却被李吉爸给逼退 不要靠近我家殿下 六爷 你可要想好了 天寿可是你舅子 你要是伤了他 陛下知道了 你恐怕要倒大霉的 本王不管 你今天要是不如实禀告 就是瞧不起本王 朱军一咬牙 再次加重力道 徐天寿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六爷 你找那两人到底做什么 你别管 你叫来 本王要问他 到底支走了多少银子 欠你的我一文都不会少 朱军怒气冲冲地道 可若你骗我 我剁了你 行 我这就把那两个人叫过来对峙 徐天寿被逼的莫办法了 四爷 你那个药水不行呢 这朱疯子 八成是想起什么了 第二十三章 这是考验 不过 他应该只是认为 自己在赌场支了银子 这一块 朱疯子的却比较看重 他虽然疯 但是对兄弟好的莫话说 对银子更是不在乎 但是他欠了旁人的 砸锅卖铁都要还上 徐天寿哭笑不得 你说你一个疯子 这么讲义气 守成信作甚 无妄之灾啊 他连忙让自己的心腹去叫人 六爷 可以放下刀了吗 本王不跟狗眼看人低的家伙说话 徐天寿气的吐血 索性就不说话了 邓奴坐在一旁 不断地擦脸 他有点小洁癖 脸都快涂露皮 还是觉得恶心 这一次 过了小半个时辰 人才过来 进来的两个人 身材都比较高大 手大指粗 虎口有厚厚的老简 人来了 问吧 徐天寿道 朱军看了看李吉霸 李吉霸迷眼打量这二人 虽然过去五天 但他一眼就认出来了 就是这两人 他不露痕迹地点了点头 朱军心领神会 说 那天你们俩抬了多少银子 去本王的府上 禀六爷 一共是八千两银子 对 就是八千两银子 两人一唱一鹤道 六爷 您听见了 是八千两 徐天寿道 听听 方才你说的可是千两银子 多出来的七千两银子 被你吃了 你白拿八千两银子给本王花 你还敢 说你瞧得起本王 朱军气得不行 又一巴掌抽在了徐天寿的脸上 徐天寿脸肿的老高 想要发飙 可脖子上又架着刀 您可是咱兄弟的大哥 给您银子花 那是应该的 现在您又是我姐夫 是一家人 要是我爹知道给了您银子 还问您要 肯定收拾我 朱军摸了摸下巴 嗯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 既然如此 那八千两银子 本王就不给了 还有 本王这两天银子花冒了 你再给本王吃八千两 什么 瞧不起本王 还是觉得本王不配 朱军痛心疾首的道 好啊 本王就知道 你口口声声说 把本王当一家人 就是糊弄本王的 你还是瞧不起本王 我跟你拼了 他手一用力 徐天寿腾的嗷嗷叫 直接趴在了地上 这朱疯子 简直能把人折腾疯了 六爷 我给 我这 就让人去抬 朱军一指那两人 让他们抬去我府上 记住了 是一万两 少一两都不行 不是八千两 怎么又成一万两了 我考验你诚心 一万两很多吗 朱军火冒三丈道 行 再加两千两 一万二千两 少一两都不行 你你你 徐天受气地要命 摊上这么个疯子 他简直到了八辈子血眉 去账房之一万二千两 徐天受认了 等着吧 朱疯子 总有一天 让你连本带力吐出来 你看你 一脸不情愿的样子 就是瞧不起本王 朱军又是一巴掌 一旁的邓奴 都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太惨了 这朱疯子的疯病 是越来越严重了 爽快了 徐天受把二人叫来 这件事 就跟他脱不开前夕 不是主谋 也是从犯 关键是 前身已经真的死了 这手段 简直太毒了 谁能想到 徐天受会挖自己的祖坟 虽然不一定是他挖的 但他必然是知情者 想到这里 朱军又是一巴掌 打得徐天受晕头转向 六爷 我错了 我以后不会瞧不起您了 您放了我吧 记住了 我朱军一包云天 对兄弟 两位插刀 你要是不想当我兄弟 可以直说 本王决不缠着你 说着 朱军吸了吸鼻子 眼眶也是微红 转头看向邓奴 还有你 不想跟邓王当兄弟 也可以直说 本王不稀罕 说完 收了刀 丢给了李吉巴 咱们回府 以后再不来这个破地方了 你打诸疯子 骂诸疯子 甚至拿刀砍他 都不一定能吓到他 可你若是说不跟他做兄弟 那跟要了他命没什么区别 邓奴连忙将徐天受拉了起来 还好吧 好个骗 老子脸都莫知觉了 徐天受气的大骂 这猪疯子 简直不可理喻 萧萧妾 你都说他是疯子了 跟他一般见识 岂不是自找苦吃 更奴贪了口气 方才他红眼了 想必 是真的伤了他的心了 你是了解他的 对别的事情不在意 对咱们兄弟 那是真的伤心 徐天兽心里不是滋味 怎么 挨刀挨巴掌的是他 反过来倒是 他做了什么 十恶不赦的事情一样 再有两天 他要是不能自证清白 就有好戏看了 我倒要看他到时候怎么办 徐天兽冷哼一声 眼中满是杀意 朱军离开近保楼 再次问道 确定是他们俩 确定 李吉霸道 属下什么都不好 就是记性好 朱军点点头 也没有马上回府 而是在应天闲逛 买买买 寻步三依旧用驢车 拉住金银买线索 拒保楼门前依旧在招侍卫 晃悠到晌午 这才带着李吉霸 悠哉悠哉地回了王府 殿下 查到了 这时候 一个人跪在了朱军的面前 此人十五六岁 一脸邋遢 穿着奇尔服饰 是朱军昨天收的侍卫之一 他们两个去了哪 这两人抬着金银回了咱王府后 钻进了一个胡同巷子 旋即脱了衣服 回到了大路上 一路向东 最后走到了一个很大的府邸里 那府邸叫什么 奇尔不识字 但是他长了嘴会问 便说道 我问了不少人 他们都说 那是燕王府 燕王府 朱军瞳孔畏缩 这怎么可能 他一把抓住奇尔的衣领 神情焦急地道 你确定 他们两人进的是燕王府 乞丐有些害怕 是的 如果殿下不信 晓得这就带路 朱军一时到自己失态 连忙深吸口气 松开手 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住道 本王失态了 你做得很好 快去换衣服 去清河那里支 五十两银子 算本王对你的奖励 第24章 准备前场大的 支走了侍卫 朱军脸色阴晴不定 坐在那里 久久无语 如果那两人 是四哥的人 那么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是四哥 不 应该不是 他们可是手足兄弟 亲的那种 记忆之中 四哥虽然不苟言笑 没有大哥那么宠溺他 却也帮他擦了不少屁股 怎么可能栽赃陷害他 为什么 他有些痛苦地抓着头发 李吉爸道 殿下 您还好吧 小姬姐 你去让厨房做些吃的 本王饿了 朱军并没有在 李吉爸面前显露太多 李吉爸也不在意 朱军给自己起的昵称 拱手便离开了 关上房门 朱军一脚踹翻了凳子 压抑着声音道 不是他还能是谁 难不成是四嫂徐妙云 毕竟徐妙云是 徐妙景的亲姐 徐妙景不愿意嫁我 便去求徐妙云 然后三姐弟 联手给我下套 他还是不愿意相信 这件事跟朱迪有关系 他更宁愿相信 是徐家人在背后搞鬼 但他也多了个心眼 这里可是大业 我大哥是太子 我也是狄三子 我四哥是狄次子 兄弟们都大了 就算是夺狄 也很正常 我不能再抱着 前世的情感观来 看待现在 历史上 是凶杀父的事情 比比皆是 皇位的争夺 自古都是残酷的 就算不是四哥 我也要提防 人无伤虎翼 虎有害人心 想在大业潇洒一生 我需要处处谨慎 风便是我最好的保护色 谁都不会 把一个疯子当成对手 想到这里 朱军心中有了主意 现在就是不知道 便宜账人知不知道 若是他也在其中 扮演了某个角色 那就别怪他了 兔子急了 还咬人呢 若是明日 朱军还没有回应 那他就用自己的手段 来找答案 事业 徐天兽回到信国公府 便被徐妙锦给叫住了 你站住 把脸转过来 徐天兽有些尴尬 四姐 你是不是被朱疯子给打了 徐妙锦看着他肿胀的脸道 徐天兽丢都丢尽了 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了 徐妙锦点了 点他的脑袋 恨铁不成钢的刀 你能不能有点出血 让一个疯子给欺负成这样 我早就说了 让你不要跟这疯子私换 你非不听 徐天兽苦着脸道 他偷袭我 要不然 他根本进不了我的身 行了 别丢人了 被打也就算了 还被抢走了一万二千两银子 爹知道后都上火了 徐妙锦哼了一声 你先去休息 明天我去吴王府要银子 他不给 我就进宫找陛下 四姐 算了 等过两天 他莫能在陛下规定的时限内 自证清白 咱们在一起告状 罚死他 徐天兽道 可是 爹让我配合他 说咱们家也有嫌疑 咱们家是受害方 能有什么嫌疑 别担心 徐天兽白白手 你还是离那疯子远一点 他现在疯病越来越严重了 一言不合 就拔刀伤人 你虽然武艺高强 但是这孙子太阴了 他摸了摸脖子 这会儿还隐隐作疼呢 徐妙锦神情郁郁 要是陛下罚了他 依旧不解除婚约怎么办 那就剁了他 你可别做傻事 到时候 莫人保得了你 我的意思是 下药 废了他的能力 反正他也不敬女色 到时候 你就不用担心了 徐天兽道 不行不行 太狠毒了 徐妙锦不住地摇头 这件事在另想办法 你记住了 不可以动歪心思 徐天兽笑着说是 心中却不以为然 疯子不敬女色 有那玩意 跟莫那玩意 有什么区别 那些王爷 就算是莫籍贯 都好几个孩子了 乃相诸君 迄今未止 都是孤家寡人 一日 皇帝约定实现的 道数第二天 诸君一大早就派人 去燕王府要回信 可得到的 依旧是等一等 诸君就算是傻子 也该明白了 也许是真的查不到 毕竟谁会怀疑 自己的枕边人 又或者 真的是他在背后操作 至于动机 暂时不明 不管是哪一种 他都不应该再抱有希望 小姬姬 赵姬府那众人 跟我走 诸君说道 礼吉霸点点头 玄吉将王府的侍卫叫了过来 两天时间 诸君招够了千人 因为都是青壮 吃饱喝足后 恢复得比较快 虽然打仗还差点 但是用来唬人还行 就是穿的蹭差不齐 这个 只能后面慢慢来了 小的们 本王队 你们好不好 好 众人一口同声地道 诸君给银子 让吃肉 换新衣服 穿新鞋 给了他们尊严和体面 以及活下去的希望 救了他们的命 他们都感恩戴德 现在有人欺负本王 打算破坏咱们美好的生活 你们让不让 不让 众人情绪都激动了起来 娘的 哪个王八蛋敢欺负咱王爷 咱跟他拼了 就是 咱们好不容易才像个人样 谁敢让咱们重新去做你腿子 咱们就跟他拼命 因为他们看过黑暗 感受过饥饿寒冷 就知道 太阳和温饱 到底有多重要 所以 他们绝不答应 好 那跟本王走 诸君一招手 走出了王府 千人跟在他背后 寻步三今天 也没有出去招人 而是屁颠颠地 跟在了诸君的身后 这一次 诸君做的不是两人大叫 而是正八经四台轿子 吴王府的招牌打了出去 尹德陆人纷纷侧目 不知道这诸疯子 又闹得那样 寻步三心惊胆战 殿下 您这是打算去哪 不会是带着他们去干架吧 这事 诸君真前地出来 他甚至怀疑 这次就是去找那个打他的人算账 是要前场大的 诸君点点头 哎呦 殿下 您闹这魔大 惊动了陛下 要出大事的 寻步三苦助脸 他虽然已经做好了陪葬的准备 没事 到时候我就说 是你怂恿的 诸君道 寻步三下的浑身一颤 紧跟着就听诸君道 这样 本王交个任务给你 你现在跑去燕王府 把我四哥给叫过来 我就不拉你当挡剑牌 第25章 狠起 来连自己都看 您还要找四爷过来帮帐 寻步三急的不行 殿下哟 您昏头了 四爷知道后 肯定的气闸了 那行 你不找我四哥 那就进宫去找我父皇 诸君笑着道 你自己看着办 总之一 或我没见着人 你就死定了 寻步三都妈了 疯了 诸疯子又开始发疯了 找皇帝过来 那不是作死 那奴婢还是去找四爷吧 寻步三苦着脸 找四爷他最多挨鸡鞭子 找皇帝 他就死定了 诸君放下叫帘 闭目养神 很快 大部队就离开了京城 众人都是好奇 这诸疯子 今天怎么出城了 一时间 众人一轮纷纷 有说诸疯子 是外出昭流明 也有人说 诸疯子银子太多 拿去外面埋了起来 离谱的要命 这正是诸君想要的效果 小半各式城后 众人穿过了一片人工灵 这里是徐家的庄子 穿过徐家庄子 后山便是徐家祖坟 所以 前身想要神不知鬼不觉 挖穿徐家祖坟 不可能 线索浮出水面 那么现在唯一的问题 便是徐家祖坟 是如何被挖他的 徐家庄子的人 看到吴王的遗仗 都是大惊 快 快去禀告公爷 诸疯子又来徐庄了 庄子里的男女老少 纷纷堵在了去 后山的必经之路上 有的手里拿着刀 有的则是锄头和菜刀 一个个神情激动 眼中满是愤怒 李吉巴上前 吴王出行 快让开 不让 你们是不是又打算 去挖我们公爷的祖坟 除非你们 从我们身上踏过去 否则绝无可能 这些人当中 很多都是徐家的老兵 身经百战 就是有些残疾 自古老兵都值得尊敬 朱军下了轿子 走上前 拱手道 诸位 本王这次过来 不是挖坟 郑贤熟能无过 虽然来得晚了 但这样也能让本王心里好受些 你们若是不幸 可随本王一起过去 徐庄的人面面相去 这家火能信吗 这时候 一个威武的壮汉上前 担不起殿下的忏悔 殿下请回吧 此人叫徐铁牛 昔日是参江 不过断了一只手 就隐居在此 在庄子里 有很高的威望 本王今天带了这么多人过来 就没有退回去的打算 尊敬归尊敬 但是面对 想弄死自己的徐家人 朱军也打算先礼后兵 我知你们有武艺在身 对国家有功 所以也不愿意强硬 但今天这炷香 本王上定了 刀剑无眼 本王不会伤你们 但是你们敢伤本王吗 朱军一把抽出李吉巴的刀 直接割破了自己的手掌 煞食尖先血淋漓 殿下 李吉巴一愣 旋即飞快地撕下了一块布 给朱军包扎 朱军却缩回了手 任由鲜血滴落 再不让 下一次划破的就是我的脖子 别说你们活不了 就算是你们的功业 也活不了 说着 他就把刀子架在了脖子上 那誓死如归的气势 倒是真把徐氏的人给震住了 徐铁牛双目远征 这猪疯子发起风来 连自己都砍啊 他要是真在徐庄的地界上 有个闪失 谁也担待不起 好 殿下既然诚心忏悔 那小人自然不会阻止 但上香重在诚信 何须多人 铁牛可带殿下上山 愚者就在庄子里喝口薄茶 如何 徐铁牛道 行 本王之带鸡人上山即可 朱军一招手 就有人抬着箱纸蜡烛出来了 看到这一幕 徐庄的人 都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猪疯子 竟真是忏悔来了 徐铁牛收回目光 拱手做了各请的姿势 殿下 请 人群分开一条道 朱军害怕他们反悔 刀子一直捏在手上 他目不转睛 直视前方忽略了旁人的目光 疼 真贪娘的疼啊 走到后山脚下 朱军将刀子丢给了李吉巴 刚才为了面子装卑卑 根本没想到刀这么快 殿下 您还好吧 李吉巴担心道 玄 还好 下次刀子磨快点 太顿了 给本王脑痒痒呢 朱军前笑道 闻言 李吉巴心中顿时升起无限的敬佩 他现在完全可以肯定 自家殿下 就是在藏桌 什么疯子 败家子 那完全就是世人对他的偏见 是 属下以后必定日日磨刀 绝不让殿下失望 李吉巴道 很快就到了徐家祖坟 入眼的便是神道 石像生 然后巨大的罗城 中间则是背负石碑的巨大辟邪 一个老大的混泥土坟营 引入眼帘 以朱军考古学博士的眼光 这风水不错 但是太招摇了 这不是摆明了告诉盗墓贼 这里有很多宝贝 只不过此时 徐家祖坟凹陷下去一大块 害怕雨水落入其中 徐家人便在这里 持起了一个老大的帐篷 朱军假模假样的上香烧纸 嘴里还念念有词 徐家先人 哇你们家的不是我 是你们家的不孝子 一定不要错怪我 我也是受害者 晚上托梦给那些不孝子 早点让他们下去伺候你们 谢谢了 说完 朱军恭恭敬敬地将香插在坟头 然后从箱子里 拿出了一把小铁锹 静止走向坑洞 你做什么 徐铁牛目自欲炼 其他人更是火冒三丈 这朱疯子 果然没安好心 甜土 别担心 朱军说道 虽然这件事 本王也是受害者 但作为徐家的女婿 给徐家祖坟甜土 也是应当 听听 多不要脸啊 他居然说自己是受害人 徐铁牛气喘如牛 但是李吉巴已经抽出了刀 这个大汉带给他很降的压迫感 若是自己敢随便乱动 他绝对会出刀 不用了 陛下已经下旨 到时候把祖坟迁到皇陵 殿下还是不用白费功夫了 徐铁牛话还莫说完 朱军就带着铁锹 跳进了坑洞之中 此时艳阳高照 坑洞里也不算黑 偌大的墓穴之中 有许多的石块和泥土 依稀可以看到 一个人形的轮廓 外头 李吉巴正在跟徐铁牛等人对峙 喊声很大 朱军知道 留给他找线索的时间不多 他点燃了火折子 又抽出了藏匿在身上的简易火把 点燃后 墓穴被照亮 壁画朱军直接掠过 光果有些腐朽 莫什么臭味 他也不害怕 以前实习的时候 他也跟那些专家老师下过墓 甚至还亲手 从光果里将墓主人的遗骸捞出来 他怕死 但是不怕鬼神 地上脚印不算多 其中有我的脚印 还有徐妙景的 在石墓穴塌陷后 有人进来捡查过陪葬品 能进来的不是一般人 必然是徐家直戏 但也不一定 也有可能是心腹家臣 他拿起地上的泥土 有人工筛选出来的夯土 也有用糯米汁和石膏浇出来的混泥土 为了保持单造 夹层内部还有木炭 洞口从隽顶斜下来 洞口不算规则 但是直通主墓室 可以给85分 朱军掰开混泥土 轻轻一抿 就成了渣 而且石膏混泥土表面有微孔 气泡 几百年的风雨 怎么可能轻蚀成这个样子 最重要 这是一个国公的祖坟 大叶朝的人 对先祖安息之地 最是看重 所以大叶朝的律令也有规定 盗墓者 斩首 朱军在洞口继续扒拉混泥土 这些混泥土 就像是垃圾工程 随便一扒拉就速速落下 朱军又拿起铁锹 砸向其他地方 差点莫把朱军的虎口给震裂 如果是米浆混合的比例没有弄好 绝不可能是这一处 朱军眼睛越发明亮 他将火把印照在墙壁上 残破的壁画上 有黑色的印记 似乎又被人擦拭过的痕迹 甚至因为太过用力的擦拭 导致壁画剥落 我知道了 这里不是被人挖空的 而是被人用酸给腐蚀掉的 朱军咬牙切齿 大叶有硫酸 那是道士炼丹的产物 另一个世界的唐朝 就有明确记载炼石胆取经划法 就是僵石胆 即天然胆繁 也就是天然矿物 无水和硫酸酮 进行高温甘流 甘流后得到的 气体产物精 冷凝后得到一种液体 也有另一种称呼 名为氯帆 他曾看过一个故事 说是有个盗贼 用着氯帆 在大户人家的墙上 画出一个窟窿 然后进屋偷盗的事情 能够将木穴腐蚀成这样 必然不是一次腐蚀的 而是多次 这壁画上酸水残留 便说明 酸水已经将木穴腐蚀 别说开挖了 就算是人站在上面 也会塌陷 难怪前身会死 在这里 猝不及防的坠落 再加上大量沙土碎石 不死才怪 真相已然明了 能神不知鬼不觉 做成这件事的 就是徐家内部的人 朱军则是在想 该如何自证清白 就算他现在找到了线索 那也要让皇帝信才是 小鸡鸡 拉我上去 朱军朝着洞口喊道 李吉爸看着徐铁牛冷哼一声 收回刀 旋即将朱军拉了上来 这么紧张作甚 我就是下去清理了墓穴中的土 朱军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看着恨不得吃掉 自己的徐庄人说道 徐铁牛眼神冰冷 玄机跳下墓穴检 查了一番 确定没少东西 才上来 吴王殿下 你香也上了 拜也拜了 应该可以离开了吧 啊不 本王还要等人 朱军一屁股坐在了墓前的台阶上 吴王殿下 一会儿小姐来了 你可逃不到好 本王等住 朱军县 在对徐家人 没有半点好感 那徐妙警 要是再敢随意动手 徐妙警早些来 正想着 身后传来了徐妙警的声音 朱疯子 你又来我家祖坟撒野 是不是打还没有挨够 朱军寻声看去 来的不只是徐妙警 还有朱迪和徐天兽 徐不三则是拱着身子 跟在后面 徐妙警气呼呼地冲过来 伸手就想去抓朱军 却被一堵人墙给挡住了 你是谁 徐妙警看着李吉巴 让开 李吉巴微然不动 王妃 有话说话 动手不好 朱军对李吉巴是越来越满意了 他看着徐妙警 我说母老虎 我不过来你家祖坟上香 你至于这磨生气吗 你叫水母老虎 徐妙警气得不行 就要推开李吉巴 可李吉巴三两下 就化解了他的攻击 一动不动地守在朱军的面前 王妃 请自重 妙警 你先别急 让我来 朱迪说了句 看着毫无形象坐在那里的朱军 怒斥道 老六 你看看你 身为王爷 却没有一点作为王爷的威严 还不快站起来 朱军连忙起身 四哥 你可算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你还有脸让人来叫我 朱军大步上前 抬手就要打下去 眼看那巴掌 就要落在朱军的身上 李吉巴直接上手 燕王殿下 请冷静 朱迪眼中满是惊讶 这壮汉居然敢拦他 旋即怒火生腾 一脚 揣在了李吉巴的身上 本王教训自己弟弟 有你什么事 李吉巴挨了一脚 鸣嘴不敢吭声 可还是牢牢地守在朱迪的面前 四哥 你修上我兄弟 朱军一把拉过李吉巴 伸手替李吉巴 胆去了衣服上的脚印 关切地问道 疼吗 李吉巴心中一暖 摇头 不疼 朱军将他护在身后 一把抽出刀 丢在了朱迪的脚边 四哥 拿巴掌打不痛快 拿刀砍我才爽快 反正我这个弟弟 在你眼里 就是个祸害 死了一聊百聊 朱迪愣了愣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大话 周围人也都皱眉看着朱军 朱军见朱迪不吭声 我上门求你 你让管家搪塞我 父皇支留我了七天时间 今天是第六天 明日便是大限之日 我数次派人去问你 你总是让我再等两天 敢问四哥 在你心里 可还有我这个地点 第27章四哥 照这里看 那烟红的双目之中 泪水在眼眶打转 失望几乎一出来 朱迪一时间 竟不敢去看他的眼睛 脑海中更是浮现出 昔日的种种 没有害风病前 他对这个右弟 也是颇为宠爱 大哥带他 他就牵着朱军 小家火挂着鼻涕泡 跟在他屁股后面喊四哥 闯了祸 也从来不把他供出来 而是陪着他一起受罚 被打得屁股肿胀 还笑着安慰他说末世 怎么 四哥是不屑 与我这个蠢笨的弟弟说话吗 朱军惨笑一声 也是 若是四哥真把我当弟弟 又怎么会让我日日夜夜 在痛苦中煎熬失眠 又何至于让弟弟 坠坠不安 犹如天崩地塌 想来在四哥心中 我无关紧要 最可笑的是 我竟只能用这种手段 才能让四哥出来 这算哪门子的兄弟 与其让父皇杀了我 还是让四哥代劳吧 免得脏了父皇的手 这扎心的话 让朱军 也不自觉地呼吸急促 他握住刀柄 手被青筋抱起 我 他的喉咙里 犹如塞了一团棉 心中那一丝兄弟情谊 更是叫他无地自容 动手吧 四哥 朱军将自己的头发撩开 指了指自己的脖子 照这里看 速度要快一点 狠一点 这样弟弟不痛 当浪 朱军的手再也握不住刀 阴声落在了地上 一时间满枪自责 徐妙锦竟觉得 此时的朱军特别地可怜 心中不由地生起了怜悯 跟我走 我替你向父皇求情 朱军一把拉住了朱军的手 徐天兽一愣 下意识地抓住了朱军的手 四爷 他挖我家祖坟 松手 朱军眼眶也是微红 压着声音低吼道 他是我亲弟弟 一开始 把朱军眷进来 他就不愿 现在听到朱军的话 更是让他自责地要命 徐天兽咬牙 松开了手 若求情 那弄这一出 又有什么意义 仅仅是为了惩罚朱疯子 朱军低着头哽咽 眼角余光雀瞥 到了这一幕 心顿时凉了半截 真的跟朱军有关系 想到这里 他哭得更大声了 杀了我 我不要你求情 我不要你这四个 我要大哥 朱军深吸口气 拉着朱军就往前走 闭嘴 再哭我揍你 大哥就从来不会打我 也不会凶我 朱军怯切地缩了缩脖子 朱军见朱军使性子赖地不走 也是颇为无奈 玄机只能蹲下 耐着性子道 是四哥不好 四哥不该把你晾一遍 你跟我进攻见父皇 行吗 他劝了好一会儿 朱军才免为其难的起身 徐妙景名嘴不言 徐天兽更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李吉巴默默地跟在身后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一行人下了山 来到了徐庄 结果发现了朱远章和徐靖达 朱军一惊 没想到竟然惊动了父皇 快步走过去见礼 而臣参见父皇 朱远张狼脸不语 看向不远处的朱军混账 你又来徐庄作甚 还弄了这么大的阵仗 徐天兽不等朱迪开口 抢先跪地 陛下 吴王殿下又去挖城的祖坟 劝都劝不住 秦兽 你少放屁 本王明明是过来祭拜 朱军也连忙跪地 父皇 而臣过来不是闹事 更不是挖坟 而是心中惭愧 故此过来祭拜徐家先祖 打扰徐家先祖安息 不管这坟是不是成挖的 都跟臣有关系 作为徐家女婿 而臣更是寝室难安 若父皇不信 自可询问徐庄众人 朱远章 扫是徐庄众人 这念处说的可是事实 徐庄众人低头不语 朱远章心里便明白 朱军所言非虚 他只带了几个人上去 又有徐家人随行 挖坟不可能 你们不吭声 是默认的意思吗 人在坐天在看 虽然你们不情愿 我做你们徐家的孤眼 但是也没必要 栽赃陷害我吧 朱军攥着双拳 双目通红道 怎么 我来祭拜也错了 难道你们非要我死 才满意 朱远章心中惭愧更甚 玄机对朱远章道 父皇 儿臣以为 此事有待商榷 不如让儿臣来查 必定能够给信国公一个交代 也给父皇一个交代 朱远章看着朱迪 咱不是说了 让你不要管这件事 长兄如父 大哥不在 我这个做四哥的 有看管弟弟的职责 现在老六犯下错误 那便是我这个做四哥的错 朱迪叩头道 求父皇给老六一个机会 他之所以求情 可不单单是为了 那一丝尚存的兄弟情义 更是为了 洗脱徐家的嫌疑 况且 朱远章查到了赌场 他不敢赌 这件事查到这里 已经逐渐脱离了掌控 所以 这也是为他自己善后 朱军没死 是他命不该绝 他实在是不愿意 再对一个疯子下手了 朱军心中 则是冷笑连连 四嫂徐妙云 现在看 跟朱迪也逃不脱前戏 但是他什么也不能说 现在的他 还太弱 若到谁都能够踩上一脚 对对对 四哥说得对 父皇 儿臣是冤枉的 朱军投如捣算 朱远章哼了一声 转头看向徐靖达 天德 你怎么说 徐靖达在心里叹了口气 拱手道 陛下 还是让燕王查吧 查清楚真相 对谁都好 他很清楚 朱远章是不打算 轻易让这件事接过去了 毕竟有人想害皇子 这次是朱军 那么下一次会是谁 这种大事 朱远章是不可能轻飘飘接过的 那好 就让老四查 朱远章道 老四 这个人物就给你了 有线索 第一时 先来告诉咱 是 父皇 都起来吧 别跪着了 朱远章看着朱军 现他满手的血迹 落的衣服上都是 脸色一沉 你手怎么回事 朱军连忙将手缩了回去 又窃窃地看了一眼徐庄的人 头摇的波浪鼓似的 没 漠视 是 是尔臣自己不小心弄成这样的 朱远章眼中闪过一丝寒芒 大步走过去 抓住了他的手 看着那长长的口子 还在不断地渗血 这分明就是刀子砍出来的 是谁 朱远章扫过徐庄众人 眼中杀气避陷 第二十八章 儿子千马 天惊得意 徐庄众人都是心中发寒 徐靖达心中暗道不好 难不成朱军手上的伤 是刚才起了冲突所致 若是如此 今天恐怕难以善了 不说是吧 一开始 得知朱军挖了徐家的祖坟 朱远章无比的失望 险些将他斩了 而后调查中 越来越多的端倪出现 他又觉得愤怒 敢对他的儿子动手 哪怕他有疯病 被人瞧不上 那也是他的嫡子之一 现在可倒好 居然都当着他的面动刀了 下一次 是不是就敢把刀架 在他的脖子上 杨仙 陈在 查清楚是谁动的手 是 杨仙拱手 如阴笋般的眼睛扫过众人 徐靖达心沉了下去 这件事发生 在徐庄 他如何自便 眼看事情闹大 朱军连忙道 父皇 是儿臣不小心割伤的 跟其他人莫关系 真的 儿臣发誓 朱远章扫过朱军脖子上 那细微的伤口 你脖子上 也是你自己不小心割伤的 朱军嘴角一抽 也是儿臣去祭拜 徐家先祖施化伤的 跟他人无关 请父皇明察 朱远章微微叹了口气 朱军虽然不成才 但是也是有优点 比如 对朋友实称 虽然有勇无谋 但是胜在够义气 虽喜欢斗鸡遛狗 却也没做过伤害百姓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他不会撒谎 就他那狗脑子 撒一个谎 根本没法源 从小犯的错 就是耿着脖子 撅着屁股挨揍 也不喊疼 脾气很硬 这一点倒是随他 县朱军眼神闪躲 朱远章便知道 他肯定在撒谎 可真相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他始终觉得 自己亏欠徐家 想到这里 太一包扎 朱军连忙道 父皇 我皮厚 一点小伤 跟挠痒痒似的 朱远章瞪了他一眼 逞什么呢 回宫 朱军缩了缩脖子 前身对老朱还是特别敬畏 但是朱军更清楚 老朱这样的开国大帝 最喜欢有稚气 有骨气的人 天德 咱就先走了 这件事莫搞清楚之前 千分之事 就暂缓一些时日 微臣明白 徐靖打满嘴苦涩的拱拱手 老四 你也要上点心 儿臣明白 朱远章见朱军悬愣着 一巴掌拍在朱军的脑袋上 愣着坐肾 难不成还要老子请你 朱军连忙跑到朱远章的马前 牵住了将绳 父皇 您慢些 朱远章一愣 不由笑了起来 是有点掌镜 竟知道给咱牵绳了 朱军现在必须地好好巴结老朱 要慢慢改观在老朱心里的印象 只要唤起老朱心里的父子亲情 他小命就保住了 想到这里 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儿子给老子牵马 天经地义 朱远章翻身上马 大笑道 好一句天经的义 咱喜欢听 很快 朱军牵着马离开 朱迪等人在后面攻声道 恭送父皇 陛下 等众人离远了 徐靖达走到朱迪的面前 这件事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啊 陛下对皇子的安全最是伤心 若是不能查出真相 恐怕 岳章放心 这件事包在小婿身上 朱迪拱拱手 又看了徐天兽一眼 旋即离开 徐天兽一咬牙 追了上去 徐靖达此时有些头疼 也懒得去管徐天兽 他扫了其他人一眼 吾王手上和脖子上的 伤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咱们的人伤的 众人不住地摇头 徐铁牛上前把事情 经过说了一遍 徐靖达听得直皱眉 这疯子居然疯到砍自己 不过 你说他方才进了墓 是 属下方才也进墓看了 墓中一切完好 没有任何损失 徐铁牛道 奇怪 他到底进墓作甚 徐靖达不理解 旋即他脑海中闪过一种可能 莫非他在里面藏了东西 还是说有人怂恿 他来的 他根本就不相信 朱疯子会真的忏悔 爹 您别太担心 姐夫既然出面了 肯定能洗清咱们家的嫌疑 徐妙靖 献徐靖达愁眉苦脸 劝道 徐靖达干笑一声 这件事怕是莫那么容易水落石 麻烦要来了 说完 他看着朱迪的背影 若有所思 朱迪回到燕王府 徐天兽则是不断地劝谏 姐夫 咱们做了这么多 为了什么 现在岂不是自费武功 朱迪攥着怀里的玉佩 原本如铁的心肠 此时也软了一点 他看到朱军哭着说要大哥的时候 根本就下不了手 一个疯子而已 不足以影响大局 朱迪深吸口气 若是我连一个疯子都怕 那还争什么 还是说 你希望本王做孤家寡人 阿弥陀佛 就在这时 黑衣和尚走了出来 殿下 你还是心软了 朱迪道 不是心软 事事发突然 原本计划 疯子早该死了 他若死了 一切都可以按照计划实行 而现在本王很被动 他猛地看向徐天兽 是你 没有做好这件事 你要想清楚 出手次数越多 留下的线索就越多 到时候 危害的不仅仅是你家 还有本王 我父皇 可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 徐天兽哑口无言 的确 是他没有做好这件事 要是朱疯子死了 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想到这里 他冷声道 我来弥补过错 不可 朱迪黑着脸 以后 不要再管他了 他不会成为我的麻烦 心软跟沉溺女色的危害一样大 黑衣和尚说道 大和尚 那是我亲弟弟 朱迪怒视着他 黑衣和尚淡淡道 可是殿下要抢的 不也是亲哥哥的东西 朱迪默然 嘴硬道 那不一样 竞争是竞争 而不是滥杀无辜 老六从来没做过什么 对不起我的事情 相反 我欠他 颇多 从今以后 不许把主意打到他头上 否则 别怪本王不客气 他一甩袖子 转身离开 徐天寿无奈地看了黑衣和尚眼 黑衣和尚摇头道 想成就伪业 最重要的就是硬心肠 咱们的殿下 心乱了 那便有了破绽 第29章 老朱的惭愧 总体来说 朱军还是比较满意 自己这次布局 一切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搞清楚了墓穴塌陷的原因 狂来了朱迪 还成功拉徐家入局 现在更是进一步缓呼了 跟老朱的父子关系 最重要的是 他已经知道 是谁在害自己 进到奉天殿 太医给朱军包扎 殿下 有点疼 忍着点 朱军脸都疼绿了 嘴上却道 我皮厚不怕疼 文言 朱远章也是摇摇头 这臭小子 还是跟以前一样嘴硬 许久 朱军手上涂 抹了黏糊糊的膏药 手也被包成了粽子 谢了 太医 殿下客气了 太医见鬼一般的表情 这朱疯子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啊 下去吧 朱远章回退了太医 玄机把朱军叫到面前 是谁教你 去祭拜徐家先祖的 朱军就知道老朱会问 便把想了一路的应对之词 说了出来 莫谁 就是觉得心里不好受 就去了 活人住破房子 都难受 更何况死人呢 要是下雨倒灌 那不把他们给淹了 到时候 徐家先祖托梦怪罪我 那尔臣晚上可不敢睡 听到朱军的话 朱远章忍俊不禁 臭小子 话操理不操 是这个李儿 朱军黑黑一笑 所以尔臣想了想 就去上香告罪 然后想着把徐家先人的家给修好 顺便把落在他们家中的碎石给产出来 朱远章心里就更满意了 做错了事不可怕 可怕的是死性不改 朱军顺着他的话 对 大哥也经常这么跟我说 所以我想了想 还是要把他们家给修好来 不过 我让人家给先祖修建的坟墓 也太渣了 那混泥土快随 便一扒了 就哗哗地往下落 随手一抿就成了坟墓 别说处理几百年了 就算三两年 估计就要塌了 怎么可能这么催 父皇不信 等等 您看了便知 说着 跳了跳 然后开始 在衣服里掏了起来 紧跟着就拿出了一块混泥土递了过去 就这个 朱远章一愣 这是 你从牧室里带出来的 对啊 本来是想告诉我丈人让他上心点 结果父皇就把我叫进宫了 朱军苦着脸道 朱远章也不嫌晦气 一把拿过朱军手里的混泥土 轻轻一掰 就断了 稍微一用力 直接就碾成了粉末 他眼中闪过一丝冷色 要是父皇不信 可以派人去查 工程质量太差近了 我老丈人真不讲究 给自己仙人盖着摩擦的房子 也不怕仙祖托吗 朱军义愤填膺的道 朱远章迷起了眼睛 朱军肯定不会撒 这种一戳就破得慌 如果真的跟朱军说的一样 那么问题就戳在坟墓本身 这种质量的坟墓 别说挖了 就算是站在上面 也会塌陷 朱军只需要绕过看守 往那里一站 不需要帮手 甚至不需要工具 就能够踩他卷顶 可他怎么知道 哪一块位置有问题 那坟营又不是他修建的 现朱军还在说墓穴质量不好 朱远章心中也是无奈 这封小子 还不知道 自己无意间发现了最重要的线索 那祖坟是从淮西迁过来的 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 徐靖达自己都说 用了很厚的混泥土 就是大锤都敲不开 质量不好是不可能的 工匠更莫那个胆子做手脚 所以 必然有人提前在坟墓上动了手脚 但是也不能听朱军一面之词 他把手中的混泥土 递给了贴身太监王狗 把这个给杨仙 再让杨仙代替 咱给徐家先祖上一炷香 千坟之士虽然暂缓 但是缺口还需要补上 是 陛下 王狗心领神会 用手帕包裹住混泥土 匆匆离开 行了 你别叙叙叨叨了 朱远章道 你以后要是在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咱一定饶不了你 朱军缩了缩脖子 臣不敢了 旋即跪在地上 用另一只手给朱远章敲腿 爹 别生气了 儿子知错了 见他改了称呼 朱远章叹了口气 你这疯病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吼 要是当年没有波阳湖一战 你也不会如此 恐怕会像你其他哥哥一样 领军护边 波阳湖一战 朱军满脸的迷茫 根本想不起当初发生了什么 爹 当时发生了什么 朱远章咬牙 当年跟陈汉在波阳湖大战 你爹我中了计 烧摆陈汉一筹 也就是那次水战 你撞伤了脑袋 这才害得你时而发疯 时而清醒 说到这里 他眼中赏过一丝亏欠 说来说去 还是他这个当爹的人 没有保护好孩子 以前的朱军 不仅长地像他 性子几乎跟他一模一样 是个极好的孩子 现在已经过去十一年了 朱军也到了籍贯的年纪 因为离经叛道 朝中大臣燕之 甚至无人愿意出面 给他举办籍贯的成年仪式 想到这里 他心中更是愧疚 他将朱军搀扶起来 看着这个跟自己年轻时 有八分相似的儿子 甚至比他大哥更像自己 是吗 我怎么什么都记不得了 朱军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这狗吃的记性 太健忘了 见朱军一脸苦恼 朱远章想到了 他在京城 悬赏自己行踪线索的荒唐事 莫非 他是真的想不起来了 还是说 有人动了手脚 朱远章心中这么想 玄机对朱军道 行了 换一身衣服 中午在这里 陪咱一起吃顿饭 上一次跟朱军吃饭 已经是八年前了 是 爹 朱军脸上露出一丝期盼 可眼神又有一丝对父亲的惧怕 很快 他换了一身干净整齐的衣服 朱远章面前摆 放着四菜一汤 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 他本就是泥腿子出身 就算当上了皇帝 也是勤俭节约 身上的衣服破了 也是缝了又缝 补了又补 甚至连被单 都是马皇后用作衣服的边角料缝合的 绝不是那重空喊口号 又不身体力型的皇帝 第三十章 经代朱远章 献朱军不动筷子 朱远章以为他不喜 便说道 怎么 难以下咽 朱军摇头 眼中有些钦佩 老朱虽然铁血 对别人苛刻 但是对自己的要求 也近乎到了变态的地步 他早饭 不过一碟蔬菜 一道豆腐 民间有童谣 皇帝请客 四菜一汤 萝卜韭菜 着实甜香 小葱豆腐 意义深长 一清二白 贪官兴慌 这哪里是一个皇帝 就连中产家庭 都比他吃得要好 不仅如此 他还把御花园 改成了菜园子 命人金庚细作 以补贴皇宫 不是 已经很好了 京城那些企儿 衣补蔽体 食不果腹 而臣想想有些惭愧 朱军叹声道 所以 你这两天 就把那些企儿 给招进了王府 朱远章问道 朱军点点头 顺着他的话道 前两天出门 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抱着我的大腿 卷起袖子 说自己吃得少 特别能钱 让我买下他 我的手臂 甚至比他的大腿还粗 换做其他人家的孩子 这般年纪 还在无忧无虑地玩耍 我心里堵得慌 能买多少算多少 能就一个是一个 不敢说让 他们吃上山珍海味 最起码能够为他们 提供一间房子 为他遮风避雨 我也不知道 这么做事对是错 总之做完之后 心里舒服多了 小姑娘笑着感谢我的时候 我突然特有成就感 朱远章点点头 心中很是欣慰 虽然不知道 朱军是一时兴起 还是大发善心 他能说出这番话 就说明他长进了 甚至有一种 识别三日荡 刮目相待的感觉 你做得很好 咱很欣慰 朱远章难地夸了一句 玄机脸色 又露出了无奈之色 这两年天灾人 或不断 不单单是大业 陈汉 大周的日子都不好过 咱们境内的灾民也很多 这两国的灾民活不下去了 就往咱们大业钻 有好些细作混入其中 可是咱也不能拦住 这些百姓不是 一旦拦住他们 那就等于绝了他们的生路 这种事情 咱做不出来 朱远章想到这时 也没什么胃口了 国库空虚 粮食也不够 虽然有镇纪的粥 可也只能掉住他们的命 天才刚凉下来 到明年开春 还有好几个月 咱也只能进人事 听天命了 说完 朱远章也是自嘲 跟朱军说 这是有什么用 难不成他还能提什么意见 要是老大在就好了 最起码还能安慰他 朱君泽是有些迟疑 这个世界 很像另一个世界的元朝末年 但是蒙元人 已经被赶到了草原上 中原三国鼎立的格局 已经快十年了 而且天灾人祸不断 他是考古专业的 最了解历史 明朝开国二百多年 天灾人祸不断 恰好碰上了大寒时期 凡王朝碰上寒期 必然有大动乱 现在的大业 似乎就被小兵和笼罩了 一年比一年冷 这才刚立冬 就开始结冰了 那些灾民就算活下去 也会被冻得手烂搅烂 留下一辈子 难以根治的暗集 实在不行 咱们给他们一些活钱得了 朱君摸着下巴道 应天的城墙 不是还没修好吗 让他们钱 给他们吃的 把镇绩的粮食省下来 还可以修建城墙 加快进度 再不见 咱们大业这两年 不是老发大水 让他们去清理沟渠 多修一些水库 我听说大洲今年干旱 关笼那边颗粒无收 谁知道 明年咱们大业会 不会干旱 所以提早做准备 也挺好 还有咱们应天的路也太破了 怎么说也是都城 一下雨就泥泞 都默眼看了 还有皇宫修建的也挺慢 一进来就是漫天灰尘 下雨天还好 到了夏天 我的府邸都是厚厚一层灰 忒难受了 朱远章细细地思索着朱君的话 越想越觉得可行 好 这个主意好 以功代赞 能省下不少银子 还不用蒸发名夫 这个主意好吗 朱君挠挠头 有些不自信的道 爹 我随口瞎说的 说错了 您可别怪我 好 好的不能再好了 朱远章饭都不吃了 站起来踱步 满脸惊喜 你小子 冷不丁给咱来一下 倒是把咱给惊住了 朱君只是憨笑 都是大哥平时跟我说的 我也不知道有用没用 就胡编乱造的 朱君想要改变老朱的看法 却不想让老朱认为 他以前的疯癫都是装的 风是保护色 这也是他必须坚守的底线 我儿子就是聪明 瞎编乱 造都比那些吃干饭的废物好多了 朱远章说的是 那些臣子 造城墙不行 造皇宫不行 就连赈灾也不行 瞧瞧他家老六 随口胡舟 都能提出一个一蛋三鸟的计划 你还有没有什么想法 都一并说了 我说错了 爹不会揍我吧 朱君缩了缩脖子 四哥老揍我 我都被他给揍怕了 老四天天揍你 也不是天天揍 总之 我不能说 四哥要知道了 肯定要揍我了 见朱君一脸惧怕 朱远章心中也有些不愿 这老四真是的 就算管教弟弟 也不用下狠手吧 看把孩子给打的 都弄出心里阴影了 放心 爹不揍你 朱君幼稚地伸出小拇指 拉钩我就信你 朱远章愣了愣 想朱君极冠之年 居然如此小孩子心性 他心中就更加的难受了 也许 自己不该这 我早就放弃对他的培养 他又想起朱君小时候 也是很喜欢跟他拉钩 他不由地伸出手 爹答应你 不揍你 拉钩之后 朱君这才道 那行 我就说了 要我说啊 那些灾民跑到咱们大夜来 才恰恰说明 咱们大夜是个风水宝地呢 就好像我天天喜欢去聚保楼 吃好吃的 要是他家不好 我才不去 这些人跑到咱们大夜来做客 虽然招待他们很麻烦 消耗也很大 但若是 把他们招待高兴了 那说不定就在这边定居了 到时候 一传十 十传百 那大周和陈汉的人 才不全都跑到咱们大夜来了 就好像聚保楼虽然贵 但是好吃啊 他若是大减价 其他酒楼 根本就没生意 久而久之 没生意 肯定要关门大吉的 如果大周和陈汉默人了 那他们 就要国破人亡 朱远章一拍手 妙啊 咱怎么默想到这点 第三十一章 得人心者得天下 朱军举的例子很啰嗦 但是话操理不操 那些官员怎么说的 闭关不让这些灾民进来 朱远章志在一统天下 怎么可能放任灾民不管 现在朱军这番话 简直说到了他的心坎里 这叫迎人心者迎天下 朱远章就正道 对对 大哥也是这么说的 朱军拍了拍 自己的嘴 我就是脑袋笨 没什么学识 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不笨 你只是有病 这不是你的错 朱远章看向朱军的眼神 越发的柔和 朱军一时间竟不知道 朱远章是在骂他 还是夸他 干笑一声道 爹 咱们必须给这些人招待高兴了才行 然后想办法 把他们的人全都给挖过来 让他们无人可用 只要是人才 咱们就给他们高官厚禄 不怕他们不来 你说的不错 不过这件事 实行起来可不容易 朱远章道 虽然有科举 但三年一次 咱觉得人不够用呢 开业开过九年 但是科举之举行了两次 而且参考的大部分都是南方人 北地那边人数寥寥 他觉得人才不够用 开恩科呗 朱军道 爹 要我说 最好把陈汉和大周的读书人都骗过来 让他们参加咱们大业的科举 要是中了 咱们就用他们 这样一来 还筹募人用吗 朱远章又是一愣 好小子 你心可够大的 要是那些细作萌混进来 刺杀咱怎么办 朱军道 难道咱们大业 就没有反骨仔了吗 朱远章觉得 这个办法很好 但是风险也不小 一旦开恩科 昭告天下 估计真的能把陈汉 跟大周的读书人都骗过来 他要的是人心 而人心掌握在施大夫的手里 这个不急 朱远章压下心中的蠢蠢欲动 这些又是老大跟你说的 不是 大哥没跟我说这个 我就是看到聚宝楼抢人 沈大宝就是用这招 从别的客栈高架挖人 把那些客栈的人才挖空了 就算有生意 没有人管 久而久之 也就没人愿意过去吃饭了 朱军不会留下明显的破绽 万一大哥回来 老朱去问怎么办 看来你跟那沈大宝司混在一块 也不是全然没有学到东西 朱远章道 爹 其实沈大宝人还行 要不你把他们父子给放了吧 我没几个朋友 沈大宝也算 一个 朱军壮着胆子道 现在老朱正高兴 试探一下口风 成了 就白捡了两个赚钱小能手 不成 对他也没什么损失 不行 沈家父子不能放了 朱远章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事关朱玉 他绝对不可能就这样算了 宁错杀 不放过 朱军心中暗暗叹息 看来沈家父子是死定了 可惜了 沈万千是个做生意的人才 咱今日跟你聊的 你谁也别透露知道吗 特别是开恩科的事情 半个字都不能说 朱远章道 那大哥如果问起来 能说吗 那可以 朱远章点点头 不管什么事 你都可以跟老大说 哦 其实朱军蛮羡慕朱玉的 这么的宠的太子 怕也只有明朝的朱彪了 只是希望 他别跟朱彪一样短命才是 有这种伏地摩大哥罩着 那还不是横着走 你以后末世 就去大学堂 跟你那些侄子一起上课 朱远章道 朱军一愣 大学堂就是朱远章 给皇子皇孙设立的学校 而授课的先生 是大哥朱玉的授课恩师 宋连 官知汉林学士成旨 知志告 也是天下树得住的大师 爹 那不合适吧 我都这么大了 去跟毛孩子一起上课 朱军都无语了 现在里面 都是汝秀未前的毛孩子 不是他的弟弟 就是子侄辈 他过去不得被人给笑死 让你去就去 少废话 朱远章瞪了一眼 以前是老子 对你疏于管教 从今天起 你要是再发疯 老子就揍死你 明天你要是不去 别怪咱不客气 还有 去了大学堂 要对授课的先生客气点 咱从小 就是你腿子 但是并不妨碍咱好学 朱远章起事的时候 就请了很多名士教他读书 他虽然是你腿子 但是非常好学 同时对子孙后代 都特别的严格 特别是教育这一块 他不希望自己的子孙 都是不识几个大字的臭丘巴 朱军不情不愿地点点头 心中高兴 自己解决性命之忧之后 又担心自己太过 受到老朱的照拂 那他还怎么愉快地 享受奢靡生活 不行 必须地想办法离开京城 这些人套路太深 万一掉进去爬不出来 就完了 除此之外 以后出一十五上朝 你也要站在一边旁听 啊 朱军愁眉苦脸的 爹 您放过我吧 我对政务半点兴趣都没有 没出息的玩意 现在天下尚未一统 你作为大业无王 难道要鬼混一辈子 朱远章本来见朱军有所长进 心里也很是高兴 可现在看他浑身抗拒的样子 是又气又怒 咱可告诉你了 咱朱远章的儿子 可以顽固 但是不可以没骨气 更不可以像个软骨头 那我去就翻行吗 你配吗 朱远章火冒三丈 就你这一桶水不满 半桶水晃荡的样子 还想就翻 你会管理翻国吗 等你什么时候长进了 有本事了 再谈就翻 否则 你一辈子都别想离开应天 朱军被打击到了 这老朱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爹 我 他正想反驳 可这石阳先进来了 陛下 陈上香回来了 朱远章哼了一声 嫌弃地对朱军道 回去准备一下 明日准时去大学堂 若迟到 别怪老子 对你不客气 朱军苦笑连连 也没办法 虽然保住了小命 可事情似乎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只能慢慢想办法了 爹 儿子倒退了 朱军说完便离开了 一旁的杨仙眯起了眼睛 陛下怎么跟朱疯子 有说有笑的了 着实古怪 朱远章双手背负 又变成了之前 那副高冷的样子 杨仙 上香的结果如何 第32章 荷花白藕青荷叶 跟在皇帝身边 最重要的就是机灵 当 王狗拿着蜂木的泥块 找上他的时候 他就明白皇帝的意思了 杨仙跪在地上 拿出了更多的混泥土块 起奏陛下 沉上了香 那塌陷的坑洞 也命人重新填上 只不过 那洞口挺大 他的也不规则 不是被人挖开的 倒像是被人踩他的 而且 洞口的混泥土块 随手一掰就断裂 轻轻一捏就粉碎 就算没有塌陷 估计要不了一两年 也会打 朱远璋心里有数了 找到当初修建坟墓的人 但是不可以大动钱哥 一切都要暗中进行 是 陈明白 下去吧 朱远璋摆了摆手 杨仙离开后 朱远璋将那些 混泥土扫在了地上 尽数摔得粉碎 若不是咱家老六运气好 咱这手上 可真要沾自己孩子的血了 他眼神越发的冷 就看朱迪怎么查了 是西式宁人 还是一查到底 他希望是后者 朱军离开凤天殿 看着去坤宁宫的路 心里莫名觉得亏欠 马皇后是个好母亲 可这一次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没有露面 显然是对她彻底失望了 上辈子 她母亲去世的早 是父亲将她拉扯长大 所以 记忆中对母亲的记忆很少 继承了前身所有的记忆后 马皇后对前身的爱 简直令人动容 可惜啊 前身太令人失望了 等我洗脱嫌疑 我再去看您 既然用了您孩子的身体 那以后 我就是您的孩子 以后 并不会让您失望了 朱军心中暗响 玄疾大步离开皇宫 而此时昆宁宫中 马皇后的贴身宫女 碧罗跪在地上 哭着劝道 娘娘 您就别难过了 自打燕王殿下进宫看望之后 马皇后就病倒了 不打紧 马皇后虚弱地说了句 玄疾闭上了眼睛 您就吃点东西吧 四爷肯定不会让六爷有事的 碧罗道 您若是把自己的身体给饿垮了 陛下会心疼的 心疼 他差点把我儿子给斩了 马皇后默默流泪 发生这种大事 做了许多错事 可从来都没有对百姓 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没管教好孩子 是做父母的责任 也怪他 嫌弃我儿害了疯病 要不是他赌上国运 要跟陈汉决一死战 又何至于此 他很清楚 朱远章是不想让他伤心难过 摊上这么个儿子 人谁都不好过 可马皇后心里 太过亏欠朱君了 不是他粽子 实在是事出有因 他的孩子 以前也是个好孩子 这件事 积压在他心里 几乎成了他心理解不开的结 朱迪过来 说了这件事后 他就气急攻心 并倒了 手里捏着玉佩 是朱迪送进宫的 玉佩上雕刻着青和叶 朱迪的则是白偶 而朱玉的玉佩 则是荷花 荷花白偶青和叶 三者自古是一家 这是他送给三个孩子的礼物 也是他心中的祝愿 他完全可以想到 朱君一脸慌张 拿着玉佩去求朱迪的样子 响兵的孩子 现在肯定很无助吧 就在这时 外头传来了唱和声 陛下驾到 紧跟着 朱迪章就疯疯活活地走了进来 秀英 咱来看你了 陛下 您快劝劝娘娘吧 娘娘已经几天不吃不喝了 毕罗不住地流泪磕头 别求他 他都要长我儿子 求他做善 马皇后侧过身子 哽咽道 我这个娘当得太差劲 连自己的孩子都交不好 也保护不好 当爹的 要斩了自己的亲骨肉 那我就随他去了 朱迪章见发妻如此 也是心疼不已 马皇后随他起于微末 当初他在外带兵打仗 马皇后就在家里带孩子 稳定大后方 那些将领 没有哪个不服马皇后的 他更是爱马皇后 爱到了骨子里 他端过粥 坐在床边 秀英 人是铁 饭是钢 咱别跟自己过不去 马秀英只是默默流泪 面对朱远章的服软示好 半点面子都不给 陛下日理万机 就不要在臣妾这里浪费时间了 朱远章抓瞎了 连忙赔不是 秀英 咱错了 你别折磨自己了 你这样 刚来绑架臣妾了 马秀英道 那陛下修了我 在另立皇后 就不会有这种顾虑了 也不用担心臣妾会拖陛下的后腿 马皇后对的朱远章 哑口无言 那不可能 咱这辈子只有一个皇后 那就是你 臣妾累了 就不耽误陛下处理正事了 马皇后直接将背入一卷 遮住了脑袋 朱远章耐得气啊 但是又没办法 你真行 也就你敢这么跟咱说话 他也有些生气地 将周晚撂下 然后坐在床边 委屈巴巴地道 咱是谁 咱是皇上 哪个人敢跟咱这么说话 也就你 难道咱对你的心思 你还不知道 我知道 你怪咱害老六伤了脑袋 得了疯病 咱心里就好受了 告诉你 那是咱亲儿子 每每想起来 咱这心里就跟刀割似的 当爹娘的 哪个不希望而女成才 臣妾不想听 马皇后忍不住伸出手 推了朱远章一把 怂气地道 出去 朱远章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昆宁宫一重视女太监 头皮发麻 可又觉得理所当然 朱远章跟马皇后 那是创业夫妻 感情深厚 根本就不是其他妃子 能够比你的 那些人都是妾 只有马皇后 在朱远章心里 才是南波万 朱远章摔了个屁股蹲 气得不行 一脚将王狗 而给踹翻 行 走就走 咱本来还说 告诉你一个 跟老六有关的好消息 既然你不想听 咱就不说了 马皇后连忙掀开了褥子 看着怒气腾腾 又有些委屈的朱远章 心里不免有些好笑 旋即拍了拍床颜 示意他坐过来 想让咱过去 诺门 朱远章耿着脖子 欧气道 咱的好心好意 你都当了驴肝肺 除非你求咱